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里 分享知识 点燃灵魂 阿法尔说伴你同行 今天我要分享的书籍是文章做法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旭 这是我六七年来的讲义稿 前五章是1919年在长沙第一师范时编的 第六章小品文是1922年在白马湖春辉中学时编的 二者性质不同 现在就勉强凑集在一处 附录三篇 都是在《校报》上发表过的 也顺便附在后面 教师原是忙碌者 国文教师尤其是忙碌者中的忙碌者 全书诸稿 记得都是深夜在喝歉中写成的 讲的时候 学生虽表示有欣慰 但讲过以后 自己就不愿再去看它 觉得别无可存的价值 只把定成的油印本料在书架上 有一天 邻人刘勋宇从尘埃中拿下来看了说是很好 劝我出版 我只是笑而不应 这已是四年前的事了 去年 虚宇因力达学员缺乏国文教师 不教数学 改行教国文了 叫我把稿本给他 说要用这去教学生 我告诉他 原稿不完全的所在 请他随教随修改 虚宇教了一年 修改了一年 于说明不充足处 使之详明 引力不妥当处 从新更换 废去的心思实在不少 大家认为 可做力达学员比较固定的教本 为玉省油印的繁类 及兼备别校采用记 就以两人合编的名义 归开名书店出版 本书内容取材于日本同性质的书籍者书不少 附录中的 作文的基本态度 一篇记得是从五十兰历士作文三十讲中某章稍直过来的 顺便声明在这里 1926、8、7、免遵纪于上海江湾利达学员 续言 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 这句话虽然只只是学习作诗的初步方法 但中国人学习作文 也是同一的态度 原来中国文人是认定文无定法 只有神而明知 所以古代虽然有几部论到作文法的书如留邪的《文心雕龙》和唐彪的《读书作文谱》之类以及其他的零碎论文 不是依然脱不了神而明知的根本思想 诚意过高 流于玄妙 就是不合时宜 近来在这方面 虽已渐渐有人注意 新出版的书也有了好几种 只是适合于中等学校做教科用的仍不易得 而为硬教学上的需要 实在又不能久待 所以参考他国现行关于这一类的书籍 编成这本书以旧籍 文章本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意思或情感而做的 所以只是一种工具 单有意思或情感 没有用文字发表出来 就只能保藏在自己的心里 别人无从得知 单有文字而无意思或情感 不过是文字的排列 也不能使读的人得到点什么 意思或情感是文章的内容 文字的结构是文章的形式 内容是否充实 这关系作者的经验、智力、修养 至于形式的美丑 那便是一种技术 严格地说 这两方面虽是同样的没有惩罚可依赖 但后者毕竟有些基本方法可以遵照 作文法就是讲明这些方法的 技术要达到巧妙的地步 不能只靠规矩 非自己努力 锻炼不可 学游泳的人不是只读几本书就能成 学木工的人不是只听别人讲几次辩会 作文也是如此 单知道作文法也不能就作得出好文章 反过来说 不知作文法的人 就是所谓神而明知的 也竟有成功的 总之 一切技术都相同 仅仅仗纳外来的知识而缺乏练习 绝不能纯熟而达到巧妙的境地 多读 多做 多商量 这话虽然简单 实在是狠中恳请 颠扑不破 要想做好文章的不能不在这方面下翻切实的功夫 照上面所说的一段话 必定有人疑心到作文法全无价值 依旧确信文无定法 只想神而明知 这也是错的 专一依赖法则固然是不中用 但法则究竟能只是人以必游的途径 使人得到正规 于父的儿子虽然善于游泳 但比之于有正当知识 在经过练习的专门家 究竟相差很远 而跟着于父的儿子去学游泳 比之于跟着专门家去练习也不同 后者总比前者来得正确 快速 法则对于技术是必要而不充足的条件 真正凭着练习成功的 必是暗合于法则而不自知的 法则没用而有用 就在这一点 作文法的真价值 也就在这一点 第一章 作者应有的态度 文章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 前面已经讲过 所谓好文章 就是答义表情 使读者读了以后能明了作者的本意 感到作者的心情的文章 应当怎样做法才能达到这种地步 这个问题包含很广 实不容易 但综合起来 最要紧的基本条件却有两个 一 真实 二 明确 一 真实 文章是传达自己的意思和情感给别人的东西 倘然自己本来并无这样的意思和情感 当然不应该做表示这样的意思和情感的文章 不然便是说狂了 近来 许多青年欢喜创作 却又并不从实生活上切切实实地观察体验 所以虽然 做了许多篇东西 却全同造谣一样 令人读去觉得非常空虚 情者 文之经 词者 理之伟 经正而后伟成 理定而后词唱 此立文之本也 所以 作文先要有真实的情 才不是 无病身吟 所谓真实 固然不是开发票或记账式地将事实一件一件地照样写出 应当有所选择 但把很微细的事物说得很夸张 把很重大的事件说得很狭小 或竟把有说成无 把无说成有 都不免成为虚空 虽然文章是表现作者的实感 往往有扩大 缩小的事实 而同一事物看大 看小 也随人随时不同 但这是以作者的心情做基础 不能凭空忘躁 用一块钱买一件东西 是一桩很简单的事 但因时间和个人的情形不同 有的人觉得便宜 就说 不过花一块钱 有的人觉得昂贵 就说 这要一块钱呢 心情完全不同 但都是真实的 所以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白发三千丈 缘筹四个长 笔落惊风雨 狮成弃鬼神 昭如青丝目成雪 边亭流血成海水 这类名句所以有价值 就因他们是表现作者的实感 倘若并没这样的心情 突然用这样笔法来装饰 便是不真实 2.明确 文章要能使读的人了解 才算达到作文的目的 所以难解及容易误解的文章 都不能算是好的 古来的名文中 虽也有很深奥、晦涩 非加上注解不能使人明白的 但这不是故意尖身 使人费解 所以这样有两种原因 一是它的内容本来深奥 二是言语随着时代变迁 古今不同 文章本是寄谈话之穷的东西 它的作用缘和谈话没有两样 但用谈话来发表意思和情感的时候 大概是彼此见面的 有不了解的地方 还可当场问清楚 至于文章 是给同时代或异时代任何地方的人看的 很难有询问的机会 万一费解 便要减少效用 或竟失去效用 就是谈话 尚且要力求明了 何况文章呢 以上两种是作文的消极的条件 不可不慎重遵守 要适合这两种条件 下列几项最要注意 误模仿、误缴席 文章是发表自己的意思和情感 所以不能将别人的文章借来冒充 缴席的不好是大家都承认的 古来早已有人说过 不必再讲 至于模仿 古来却有不以为非的 什么同城派、洋湖派的古文呀 汉卫的田文呀 西昆体的诗呀 越学得像越好 其实 文章源无所谓派别 随着时代而变迁 也无所谓一定的格式 仅仅像得哪一家 哪一篇 绝不能当作好的标准 从另一方面说 文章是表现自己的 个人有个人的天分 有个人的创造力 随人脚跟 结果必定溢灭了自己的个性 所作的文章就不能完全自由 表示自己的意思和情感 也就不真实、不明确了 二 需自己造词 勿迈用成语或典故 所作的文章要读的人读了能够得着和作者坐实相同的印象 才算是好的 所以对于自己所要发表的意思和情感必须十分忠实 这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步功夫就在用词 用词要视如其分 不可太强 也不可太弱 不可太大 也不可太小 从来文人无不在用词上下过苦功夫 假导的推敲就是最显明的例 法国文豪·弗莱·培尔金义维·弗·罗拜 教他的学生莫·伯桑有几句名语 很可做教训 因为世间没有全然相同的事物 作者对于事物 要先观透他的个性 描写的时候 物须明晰 使读者不知看错 这样 自然和人生的真相才能在作品中活跃 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选词 我们应该晓得 表示某事物最适当的言语 只有一个 若错用了别语 就容易和别事物混同 他这段话真是致言 作者对于要表示的内容 应该搜求最适当的词来表示它 不要慢把不适当的或勉强适当的词来张观礼带 因此可以说 要对言辞有敏感的人 才能作得出好文章 晓得这一层 就不至于乱用成语或典故了 成语 典故 如果真和自己所要表示的内容吻合 用也无妨 但事实上 很难得有这样凑巧的事情 如暮色苍然是描写完景的成语 但暮色不一定苍然 若只要描写暮色 就用这成语便不真实了 古人霸桥折流以送行 本是一种特别土风 阳观 未成 也是时有所指 现在这种土风已没有了 事实也不相同了 要描写别离的情况 还用阳观三叠 未成离歌这类的话 也便是不真实 不明确 又如纯炉之思这句成语 在张汉 本是时有这样的情感 若不是无人 连纯炉的味都不知道的 也用来表示思念故乡的情感 当然不真实 不明确了 用成语 典故真能确切的实在不多 所以这样的错误触目皆是 非特别留意不可 和成语 典故相类似 用了容易发生错误的 还有外国语和方言 外国语除了已经通行的 或真没有适当一语的以外 都应当必去 因为不懂外国语的人 见了这种词是不会懂的 以懂外国语的人 见了这种词 又要赶着累赘讨厌 方言非有特别理由 就是没有适当的词可代替的时候 也不宜用 因为文章中杂用方言 别地方的人读了 往往不容易明了 三 注意符号和分段 符号和分段 都是辅助文章 使它的意义更比较明确的 符号错误 就意使文章的真意不明或引起误解 同一句话 因符号不同 意义就不相同 例如 一 大军官正擦额上的汉呢 听见了这句话 随高声喊道 全胜 这句里 全胜 本是大军官得意的口吻 所以用探号 表出 若用问号 便是表示那大军官还怀疑别义军官的报告 并且和随高声喊道几个字所表示的情调不称 若用住号 情调自然也不合 而全胜 二字所表示的不过是事实的直数 再无别的意味 二 我爱他 是很光明的 我爱他是很光明的 两句意义全不同 第一句是很光明的五个字是指我爱他这件事 第二句是指我所以爱他的原因 一篇文章虽有一个中心思想 但仔细分析起来 总是联合几个小的中心思想成功的 为了使文章的头绪清楚 应当把关于各个小的中心思想的文字做成一段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小的中心思想应当做一段 而一段中也只应当有一个小的中心思想 文章的内容若十分复杂 一段里面还可分成极小段 分段的标准或依空间的位置或依时间的顺序或依视里自然的秩序全看文章的内容怎样 至于每段的长短 这是全无关系的 四 用字上的注意 为使文章明确和翻译外国文便利 关于第三身代名词 这几年常有人主张将它自一性别划分 但还没有一定主张 我喜欢单数在男性用它 在女性用它 在通性用它 多数则用他们 他们 他们 的字也划分成三个 A的用作代名词和形容词的语尾 B的用作后制介词 表示所属编者案 目前习惯用法底语的不分 为便利读者 本文集的底都改成了的 C的用作副词的语尾 那字原有 《询问》和《指示》两种任务 现在也有人主张分成两个 询问用哪 读赏声 只是用哪 读去声 这些分别 语文的明确很有关系 虽为全国通用 但在个人无论采用与否却需一致 否则误解就容易发生 第二章 《纪式文》 第一节 《纪式文的意义》 将人和物的状态 性质 效用等 依照作者所目见 耳闻或想象的情形技术的文字 称为《纪式文》 例如 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 旁有一枝 纵横而出 约有二三尺长 其间小枝分齐 或如盘吃 或如姜饮 或孤霄如笔 或秘聚如林 真乃 花土腌制 香漆兰绘 《红楼梦》第五十回 岸上设着大顶 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 盘内乘着数十个胶黄玲珑大佛手 右边阳七架上悬着一个白玉笔木庆 旁边挂着小锤 《红楼梦》第四十回 状态 可以敌得过戴洛西的人 一个都没有 他什么都好 无论算术 作文 图画 总是他第一 他一学集会 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凡事不费什么力气 学问在他 好像游戏一般 爱的教育 极长 如今长了七八岁 虽然淘气异常 但聪明乖觉 百个不及他一个 《红楼梦》第二回 兴致 那个软烟罗 只有四样颜色 一样雨过天青 一样秋香色 一样松绿色的 一样就是银红的 若是做了杖子 糊了窗屉 远远地看着 就似烟雾一样 《红楼梦》第四十回 这就是娇嚣思所知 暑热天气 张在堂屋里头 苍蝇蚊子 一个不能进来 又清又亮 《红楼梦》第九十二回 效用 上面所举的例 都是纪事文 所谓人和物的状态 性质 效用等都是静的 空间的这个标准 全是就作者的直去说 所以 有时被祭出的虽是动撞 仍是济世文 例如 地上虽有微风 河里却毫没有波纹 水面像镜子一般 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 少年的悲哀 那时候 白雾越发降得重 离开房子不过十步路 便看不见那边的窗 只看见一团黑影 里面射出来一条红灯光 河上又发出种奇怪的憨嘻声 冰块爆裂声 一只鸡在院子里浓雾中间窝窝地叫着 引起别的鸡也鸣叫起来了 已近几远 慢慢 一村间只听见一片鸡鸣声音 可是四围除去河流以外 所有都寂静 复活第十七章 第二节 做济世文的第一步 济世文以技术经验为目的 未曾经验的事物 当然无从技术 就是有时是根据作者的想象 而所技术的是假设的情形 但想象也不是凭空妄造 需有相当的经验做根据 因为这样 要做济世文先须经验事物 或目见 或耳文 或参考书籍 从各方面收集材料 更将所得材料按适当的次序排列起来 在初学的人 没有复按的功夫的 并须将各材料一一地用短文记出 例如要做西湖的济世文 先就经验所得 摘出种种的材料 先查地理书 假定得到下面的材料 一、西湖在杭州城西 又名西子湖 二、西湖是东南的名圣 再把自己在游西湖的时候的经验列举出来 假定如下 三、从上海坐户航车到杭州城站 步行三四里就到 四、我到车站的时候 原想坐人立车 后来听说到那里很近 就不行了 五、湖直径约十余里 游船往来如之 六、周人说 原有两塔 南面的是雷锋塔 北面的是宝处塔 七、水很清 渴望见鱿鱼 八、湖滨旅馆很多 我在某旅馆住了几天 九、别庄 祠堂相望 风景优美 十 一面滨市 三面皆山 十一 山峰连续 最高者是北高峰 十二 春夏游人最多 外国人来游的也不少 十三 坐小周形湖中 如入画图 十四 有苏白二堤 蜿蜒湖中 十五 有林河静墓 苏小小墓 岳坟等古迹 十六 有名的山是北高峰、格陵、孤山、南平山等 十七 四冠林立 终生时到游人的耳迹 十八 某别庄正在那里开工建筑 十九 四围多垂柳 远望如绿烟 二十 有人在那里钓鱼 二十一 山上多树 水底有草 这样一个个地排列起来 愈多愈好 然后再对于材料进行一种精密的取舍整理 注意 这种程序 可应用于一切文体 不但既是文如此 第三节 材料的取舍和整理 从经验事物 虽将各项关于事物、题目的材料收集起来 但这些材料 对于题目并不全然适切 如果将不适切于题目的材料夹杂进去 文章就有不适切的毛病 选择材料的标准 一是适切题目 二是注重特色 例如以西湖为题的记事文 前节所列的材料中 如三、四、十八和八的后半部、六的前半部 都不是由西湖寄的材料 不适切题目 应该舍去 二十、二十一两项不是西湖的特色 也应舍去 材料取舍完了 其次便是整理 凡是同类的材料 务必集合在一处 将冗凡之离地删去 例如前节五的后半部和十二可并 因为都是技术尤人的情况的 十一和十六也可并 因为都是技术删的 即将材料取舍 整理好了 连坠起来 就成文章 现在将前节所举的材料 依上面取舍整理的结果坠成短文如下 西湖 西湖又名西子湖 在杭州城西一 是东南的名圣二 湖境广约十几里五 一面宾市 三面街山 山峰连续 最高的是北高峰 此外有名的有格陵 孤山 南平山等 原有雷锋和宝处两塔对峙 现纸宝处塔微然处于北面 苏白二堤蜿蜒湖中 湖畔有林河静墓 苏晓小墓 月坟等古迹 别庄 祠堂相望 九 四冠林立 终生时到游人耳记 十七 湖水清浅 渴望见游鱼 七 四围多垂柳 远望如绿烟 十九 坐小船行湖中 好象入画图 十三 春夏间游人最多 游船往来如枝 外国人慕名来游的也不少 十二 练习是自己材料做下列个题 一我们的学校 二我的故乡 第四节 济世文的顺序 济世文的顺序大概有两种 亦以观察的顺序为标准 亦以事物本身的关系为标准 简单的济世文如前节所举的例 通常用第一种 但要济复杂的事物 这种方法就不适用 如坐飞行机和无线电话等题的济世文 也依作者自己所观察的顺序为文字的顺序 一一连坠起来 那便混杂不清了 做复杂的济世文 先须注目于关系事物全体的材料 然后顺次集于各部分 各部分的材料中 又是先列大的 后列小的 现在参考书籍 作歌的济世文如下 歌是何究同类的一种鸟 大都善飞 喜群居 统分野歌和佳歌两类 佳歌又分菜歌和飞歌两种 一 野歌 性情极凶恶 住在山野树林里 以田河为食 是农家的骇鸟的一种 他的羽毛全体暗黑 只有背的中央是灰白色 颈和胸前有紫绿色的光泽 眼睛的颜色不好看 二 佳歌为野歌变种 性情很训良 可以和家鸡一样给人家喂养 羽毛颜色 种种不一 飞翔很快 记忆力很强一 其中的一种 菜鸽 比较起来飞得不高 也飞得不远 颜色也不十分好看 只是它的生殖很容易 肉味也很鲜 用来做菜 喜欢的人极多 就是它的蛋也是很贵重的食品 二 飞鸽 放到远处地方去 它也能自己飞回来 可用以传信 但是它生长很不容易 往往孵不出小鸽 因为难得 售价非常的贵 四 家鸽的品格很多 要分辨它们的好坏和明目 只削看它们的眼睛和毛羽的颜色 五 菜鸽的眼睛虽不十分好看 但也有几种有趣味的 一种将黄眼 眼球下面 陷着沙子 黄颜色里带些红色 一 一种陶沙眼 眼球下面的沙是陶红色的 二 又有一种水沙眼 陶沙的陶红色 还带些淡红的 三 无论将黄眼或陶沙眼 眼球里有几粒黑沙 能够上下流动的 又叫流沙 很是名贵 将鸽的身子颠倒转来 眼球里的几粒黑沙 就慢慢地流下 等到再转身过去 又流转了去 真是有趣 四 六 飞鸽的眼睛 明目更多 最好看的是陶沙 陶沙又可分成三等 网藤 眼睛里有许多丝 像藤一般的 这种最好 陶沙 只有一二条丝从眼球里献出来 极显明的 比网藤刺一些 B 陶沙中最下等的 丝贴紧在眼球下面 并不显明的 C1 藤沙以外 铁沙眼 眼球里有一种和沙子一般的小粒的 2 紫沙眼 眼睛颜色带深黑的 也是上品 3 又有一种珠沙眼 眼睛里有细沙 红得像珠沙一样似 7 这文的顺序画出图来 恰如下所示 凡是所记的事物非一件一文就能明了 要从书籍上查考它的效用、构造历史的都应该用这个方法来计数 练习 1 用下列材料做一篇金字塔的记事文 1 金字塔是五千年前埃及的古建筑 是国王的墓 2 金字塔中最大的 高480尺 底的面积9万方尺 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 3 建筑的材料是瓦砖和花钢石 4 花钢石中最大的 虫数百万斤 5 金字塔的里面藏着用木乃伊包被包裹的国王的死骸 6 金字塔的材料 有一部分是瓦砖 那么五千年以前就有瓦砖 是很明白的事 木乃伊在金字塔中多数室内的石棺中藏着 金字塔内有许多地下室 所谓木乃伊包被 是橡皮不一样的一种东西 用这包被包裹死骸 可以数千年不符 配列上的注意如下 依前法就下题作比较精细的文字 我的家 陶 第五节 文学的记事文 记事文虽以技术事物的状态、性质、效用、使人理解为主 但也有技术事物的美丑的一类 而不以使人理解为目的 前一类 称为科学的记事文 只是作者对于事物的认识的报告 比较偏于客观的 前几节所举的例 都是 后一类称为文学的记事文 乃是表现作者对于事物的印象 主观的成分比较多 例如以月为题 就有下面的两种做法 一 月是星体中最和人相近的 在天空中一面绕着地球转动 同时随了地球绕太阳而行 它和地球一样 还有自转 它的自转和绕着地球转动 都大约是二十七日又零一周 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和它的大部分相见 月上也有山 山岭最高的约二万六千尺至一万七千尺 如阿奔纳尼、阿奔纳尼山 碧利雄峻的奇峰竟有三千多个 它的本体源是黑暗的 只是反射太阳的光以为光 太阳照着的部分全向地球的时候 看去很圆 这叫做望 太阳不照着的全黑的部分向着地球的时候 叫做灰 太阳照着的和没有照着的 各有一部分向着地球的时候 叫做弦 二、窗外好像水果 近的屋、远的山 都用不很明白的轮廓 画在空中 屋角树林的下面 晕着神秘的色光 熄灯以后 月光闯入室内 在床上铺着一条青黄色的光带 夜静了 不知哪里来的乌夜悠扬的笛声 还隐约地在枕上听得 上面的第一篇 读了虽然可以得到关于月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 却不能感到月色的美感和月夜的情趣 这便是科学的济世文 第二篇 却恰好相反 只能给读者以月色的美感和月夜的情趣 至于月的性质和状态 却一点不曾写到 这是文学的济世文 做文学的济世文需观察经验 对于材料选择和整理 与做科学的济世文一样 除了这些条件以外 还需特别注意下列个想 一、想象 因为文学的济世文 是表现作者所得的印象 所以在技术事物以前 必须将要表现的印象重现于心中 然后执笔 即如潜力关于月的文字 内中都是作者曾经目见过的光景 不是凭空假造的 在做这文时 只是将旧有的印象一一在心中再现 然后一样技术 做这类的文字 务必依自己所感受的技术 不可依赖成语来堆砌 如说道月 不可辨用些月白风轻 月明星稀之类的话 这是第一步功夫 也是最难的事 但为其难能 所以可贵 能够做到 就不愧为作家了 二、注意特色 做文学的济世文 虽然要依作者自己所感受的技术 但局部的琐碎技术 不但不能使光景活现 并且不能使人得到所技术的事物的深刻的印象 所以必须捉住特色 舍弃其余 认读者自己补足 例如技术人物 把他的眉毛、眼睛、鼻头都记上几百字 分裂、琐碎 令人看了就要莫名其妙 不能使所记的人物的状貌在读者心中活现了 现从小说中找几条例来看 第一个 肌肤威风 身材何忠 塞宁心力 笔逆鹅之 温柔沉默 观之可亲 第二个 削尖细腰 长挑身材 鹅蛋脸 俊眼修眉 顾叛神飞 文采精华 见之旺俗 《红楼梦》第三回 这马兵兜头姓朱明瞳 身长八尺四五 有一部虎虚然 长一尺五寸 面如重枣 目若朗星 四官云长模样 满线人都称他美然功 那步兵督头姓雷明衡 身长七尺五寸 紫糖色面皮 有一部扇圈胡须 为他履历过人 跳二三丈扩建 满线人都称他做叉翅虎 《水浒》第十二回 他身材不甚高大 胸脯十分丰满 脸显得特别的白 这种样子 真和酒居家中庇护不出的人的脸色相同 仿佛藩属深藏地窖里所变成的颜色一般 他双手十分阔 却不很大 头颈从大衣领里透出来 显得又白又胖 在他那雪白光泽的脸上 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不住地闪动 眼神虽然显出十分疲乏的样子 却还有活泼气象 内中有一只眼睛略为斜意点 复活第一章 这三个例 第一二个虽是旧式的描写法 但寥寥树言中却能表出迎春和探春、诸童和雷恒的状貌 第三个 也足以表现一个堕落了而久居监狱的女子的神器 所以能够这样就是捕捉了特色的缘故 三 输出心情 要使所技术的事物在读者心中活跃 不但需技术客观的事物 还需技术主观的心情 换句话说 就是需技术从感觉上得来的印象 所以要做好的文字 非对于事物有瑞敏的感觉不可 例如 夏天的太阳已经下了山 跟着就要睡去的树林中 满了森然的寂寞 建筑用的大松的树梢上 反映着就快烧完的网红 还带着些红光 下面却已经薄暗 带着些湿气了 好像从树林蒸发出来的又干又触鼻的香气 微微地可以闻的 从远山野火飘来可燕的烟气 夹杂在香气中 却分外的强烈 柔软的叶 不知在什么时候无声无响地落到地上了 鸟到太阳没落 也停止了声音 唯有啄木鸟 还用了很倦怠的音调 在那里发梦一世的单调的微音 你找 读了这段文章 那夏日傍晚 松林中的一种争欲寂寞的景象 好像木见身厉了 感觉在近代文学上有重要的地位 文字上能加入感觉 就有生气 与其说 寒风吹着面孔 不如说 寒风刀瓜似地吹着面孔 与其说 麦被风吹动 不如说 麦被风吹的浪一般地摇动 因为后者比前者有生气 容易使读者得着印象 我国从来的文章都只计事物 不计情感 实施很大的缺点 这里所应当注意的 就是所计数的感觉 并不是故意加入的事 作者对于事物果能精密地观察 对于计数果能诚实不期 心情和感觉自然会流露于彼端 如果只是将这一类的词应加上去 不但不好 而且可验 就是文章中 凡计数风景的时候 莫为常富家成圣帝也或呜呼探官执以之类的文具 计数悲惨的人士的时候 莫为必加呜呼可以封以或依不依卑夫一类的文具 其实 是否圣帝 能否算得 官执 可封 不可封 堪碑 不堪碑 都要读者自己去领略的 不能由作者应用主观的意见做命令式的强迫 因此 这方法现在已不适用 特别在纯文学上不能适用 使用含着动作的词句 含着动作的词句 比较的容易引起读者的印象 例如 与其说 门前有小河 隔岸有高山 不如说 门前留着小河 隔岸耸着高山 与其说 海边有鹤 不如说 海边有鹤飞过 不但这样 凡要表示事物 必须在事物有动作的时候 不可在它静止的时候 例如 技术学校 必须寄它授课或散课的时候 技术城市 必须捡它人马杂踏的时候 技术人物 必须在它言语动作的时候 例如 大学生 缓缓地 懒懒地走着 将手掠着大脉的顶 叫天子和关雀 在它脚边飞起 又像石子一般 地落在密生的大脉丛里 诱惑 太阳光正攻击着树林 从繁茂的顶叶上穿过 只用那温和的光亮 射在白杨的树干上 竟使这些树干变成松树的干子一般 树叶也都变成蓝色 上面笼罩着蓝白的天 晚霞罩着 带了点胭脂的颜色 燕儿高高地飞着 风几乎死去了 带舵的蜜蜂 懒洋洋 睡沉沉在丁香花上飞着 白锐虫成群地在单独的远延的树枝上打着旋 赋予子 练习 就下列个题作短文 一 春的田野 二 元旦的上午 三 秋的傍晚 第三章 叙事文 第一节 叙事文的意义 计数人和物的动作 变化 或事实的推移的现象的文字 称为叙事文 例如 宝钗与黛玉回至园中 宝钗因曰黛玉往偶相谢去 黛玉因说还要洗澡 便各自散了 《红楼梦》第36回 人的动作 气笛慢声地叫了 气传话圆周 缓缓地靠近步头去 审会 物的变化 叙事文源和纪事文一样 同是技术事物的文字 不过纪事文以技术事物的状态、性质、效用为主 而叙事文以技术事物的动作、变化为主 所以 所以 技术文是静的、空间的、叙事文是动的、时间的 例如 一、千牛花有红的、紫的、颜色虽很美观、但少实用 这是述说 述说千牛花的形状和性质的 是既事文 二、院里的千牛花 红的、紫的 都很鲜艳地开了 这是述说千牛花的变化的 是叙事文 第二节 纪事文和叙事文的混合 文体的分类源只是为说明便利和作者自身态度不同 实际上并没有纯粹属于某种体材的文字 纪事文和叙事文虽因所技术的对象不同而有区别 在一篇关于事物的技术的文字中 总是互相混杂的 例如 今天开了三朵千牛花 一朵是红的 两朵是蓝的 如果改成今天一朵红的和两朵蓝的千牛花开了 便是纯粹的叙事文假 又若改为今天开的三朵千牛花 一朵是红的 两朵是蓝的 就是纯粹的纪事文了以 因为假的目的在使读者知道千牛花的变化 而以的目的在使读者知道千牛花的状态 总之 叙事文和纪事文 只是作者一指去和技术的对象不同 是将夏丽丸为其继续混合的样子 就可更明白了 一尘 马尔可付了衣包 身体前驱着 拨着脚 行入杜克曼不絮 这是在阿根廷共和国的新僻地中算是繁盛的都会 即马尔可看去 仍像是回到了可特准 洛赛流 培诺斯艾列斯一样 续 依旧都是长而解直的街道 低而白色的家屋 其一高大的植物 芳香的空气 奇观的光线 城壁的天空 随处所见 都是意大利所没有的景物 即 进了街市 那在培诺斯艾列斯曾经验过狂野式的感想 重行袭来 每过一家 总要向门口张望 以为或可以见到母亲 逢到女人 也总要仰视一会 以为或者就是母亲 要想询问别人 可是没有勇气大着胆子叫唤 在门口立着的人们都精益地向着这一桩 蓝驴满身沉垢的少年注视 少年想在其中找寻一个亲切的人 发他从胸中轰着的问话 正行走时 忽然见有一旅店 招牌上写有意大利人的姓名 里面有个戴眼镜的男子和两个女人计 马尔克徐徐地走进门口 振起了全勇气问 玫瑰乃至先生的家在什么地方 旭 爱的教育 六千里寻母 练习 是将下文的叙事和记事的部分分析出来 一的避暑庄边有一个小小的秋样的土堆 汽船在这前面经过 每逢好天气 一便走到那里 白装束 披着长的卷罗发 头上戴一顶优美的下帽子 一躺在秋上面 用肘弯枝煮起来 将衣服安排好许多的臂姬 卷罗发的小团子在肩膀周围发着光 而且那一只手 那支着脸的 是耀眼的白 在自己前面 一摊着一本翻开的书 但眼光并不在这里 却狂热地射在水面上 一这样的等着一的豪富的高贵的新郎 一的幻想的目的 只要她在船上 她便应该看出衣在山上的了 他们看见 而且感动 而且感到衣这里来 那只是一眨眼尖的事 风姑娘 第三节 叙事文的要素 照物理学的说法 一切的现象都含有四个要素 物质 能力 时间 空间 譬如今天上午8点40分 火车从江湾开出这一个现象 火车是物质 开出是能力的作用 今天上午8点40分是时间 江湾是地方 叙事文既是技术现象的 所以也有四个要素 一现象的主体 二现象的演变 三现象发生的时间 四现象发生的场所 例如 那日正当三月中患 早饭后 宝玉写了一套会真记 走到沁方闸桥那边 桃花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 展开会真记 从头细看 正看到落红城镇 只见一阵风过 树上桃花吹下 一大抖来 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 宝玉要抖江下来 恐怕脚步踏剑了 只得兜了花瓣 来之池边 抖在池内 那花瓣浮在水面 飘飘荡荡竟流出沁方闸去了 回来 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 《红楼梦》第23回 这一段叙事文虽然很短 所有的要素都完全了 分裂如下 一主体 宝玉 二事实 看会真记 收拾落花 三时间 三月中换某日早饭后 四常锁 庆方闸桥 第四节 叙事文的主想 叙事文和纪事文一样 对于材料须有所选择 选择的标准 除纪事文所说的事切题目和注意特色以外 还因文的目的而定 这个目的在叙事文中就是主想 大体有三类 一 以授予教训为主 例如传记等 二 以授予知识为主 例如历史等 三 以授予趣味为主 例如小说等 因了主想的不同 材料选择取舍的标准 也就不一样 即如要叙述岳飞的事迹 做第一类的叙事文 应当对于他的家教 性行 义事 格言等详加叙述 而于他的生足年月 生的地方 官职 战功等 却用不着详说 做第二类的叙事文 却恰好相反 生足年月等应当详尽 家教 义事等只得省略 至于做第三类的叙事文 不但材料的选择不同 并且叙述的方法 也就相译 少年丛书中的岳飞是第一类续法 宋史中的岳飞是第二类续法 说岳传中的岳飞是第三类续法 总括一句 第一类以善为主 第二类以真为主 第三类以美为主 自然 这种分类不过是就概括地指去说 同一文字有间两种色彩 或镜尖三种色彩的 不过多少总有所偏重 这偏重的地方 便是一篇文字重要的目的 也就是主想 做叙事文的时候 材料搜集好了 就要确定主想 主想一定 然后将材料依主想来选择 与主想有关系的变取 无关系的就舍 但有一点须注意 就是同一材料应当取舍 不是材料本身的重要与否的问题 而是与主想的关系重要与否的问题 例如以夏日由海边纪为题 而主想是这日很热 到了海边真凉快 假定全体材料中有下列个响 一、同行某军 他的父亲是个文学家 二、我坐了人力车到火车站 三、在车站买了车票 然后上车 四、火车逢站都停 就一般的情形说 这种材料本身实不很重要 而与本文的主想的关系也不深 但如果还有别的材料相关联 因而发生重要关系的时候 却就都有用了 如文章像下面的时候 这种材料就用得着 因为太热 并且我是病后 所以坐了人力车到车站 二、好像我的车慢了 到车站的时候 车一要开 我就急忙买了车票 飞跑上车 三、这步是慢车 每站都停 车中又热 烦躁极了 四、同行某军 是某文学家的儿子 很有文学趣味 一路和他谈论文学上的事 免了不少的寂寞一 这样的叙述 所有好像不必要的材料 都因了别的材料 引到与主想关系重要的地位 就成为有用的了 反之 如海边的人口若干 海边的故事 古迹等等 如无别的关联 就不是重要的材料 练习 就下列个题作文 一、由西湖记 二、诸葛亮 参考少年丛书 平民小丛书等 第五节 叙事文的观察点 叙事文所叙述的材料 不但是从作者自己惊艳得来 还有从别人的传说或书籍地记载的来的 材料的来处既然不一 或从假面说 或从乙面说 当然不能一致 将许多材料连坠成文的时候如果也这样混乱 文章就有头绪不清、不易了解的毛病 即以《三国志》一书而论 关于诸葛亮乏味的事 有时说丞相出师 有时说诸葛亮入寇 就各段分开来看 固然没有什么不合的地方 但就作者承受一个人的笔下而论 一个是以蜀为主体 一个是以魏为主体 居然有两样的观察点 就未免不当了 叙事文的观察点 就是作者所占的地位 可分为三种 一、居于发动者一边 例如说丞相出师 就是以发动者的属为观察点的 二、居于受动者一边 例如说诸葛亮入寇 就是以受动者的位为观察点的 三、居于旁观者一边 例如说诸葛亮出师略位 就是以旁观者的地位为观察点的 作叙事文须确定一种的观察点 全篇统一 不应摇动 通常的叙事文 已居于旁观者的地位的居多 但在旁观者的地位 作者对于各方面也要保持观察点的一致 不可随意变更 例一 扬腰承舟湖中 兵在楼上发誓时 一、官军仰面公之 见舟而不见人 因而失败 岳飞下令伐军山的数为巨伐 塞满岗叉 又用腐木乱草由上流放下 不止稳当 才和杨妖开战 二、杨妖传遇了草木 轮不能鼓动 贼奔走港中 又被木伐所拒 因被牛膏捉着 诸贼皆祥 三、果然 八日就打平了 四、平民小丛书 岳飞 这段本是以旁观的地位来记述的 却是观察点变了几次 一、从杨妖方面 二、从岳飞方面 三、再从杨妖方面 四、又从岳飞方面 逐条错乱 文字使人觉得繁杂不堪 若以杨妖方面为主改成下面的一或以岳飞方面为主改成下面的二 那么文器就一致了 一、杨妖成舟湖中 兵在楼上发誓时 使官军仰面来攻 见舟不见人 因而制胜 后来又和岳飞打仗 战船遇了岳飞从上流放下来的腐木乱草 轮不能鼓动 奔走岗中 又被岳飞伐军山的术所做得惧伐所惧 就被牛膏捉着 布下接降 二、官军因杨妖成舟湖中 兵在楼上发誓时 仰面攻之 见舟而不见人 乃失败 岳飞下令伐军山的术为巨伐 塞满岗叉 又用腐木乱草 由上流放下 不知妥当 才和羊妖开战 草木寄遇羊妖的船 使轮不能鼓动 逼之奔岗中 而木乏又拒不另进 牛膏就将羊妖捉着 并招降诸贼 果然八日就打平了 第二 子涓在屋里 不见宝玉言语 知他素有吃病 恐怕一时实在抢白了他 勾起他的旧病 倒也不好了 因站起来 细听了一听 又问道 是走了还是傻站着呢 有什么又不说 近着在这里呕人 已经呕死了一个 难道还要呕死一个吗 这是何苦呢 说着 也从宝玉是破之处往外一张 见宝玉在那里呆听 子涓不便再说 回身捡了捡竹花 忽听宝玉叹了一声道 子涓姐姐 你从来不是这样铁心时长 怎么进来连一句好好的话都不和我说了 我固然是个着物 不配你们理我 但指我有什么不是 指望姐姐说明了 哪怕姐姐一辈子不理我 我死了 倒做个明白鬼呀 子涓听了 冷笑道 二爷就是这个话呀 还有什么 若就是这个话呢 我们姑娘在时 我也跟着听俗了 若是我们有什么不好处呢 我是太太派来的 二爷倒是回太太去 左右我们丫头们 更算不得什么了 说到这里 那声便哽咽起来 说着 又醒鼻涕 宝玉在外之 她伤心哭了 便急地跺脚道 这是怎么说 我的事情 你在这里几个月 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就是别人不肯替我告诉你 难道你还不叫我说 叫我憋死了不成 说着 也乌咽起来了 《红楼梦》第1113回 这文中 除莫了 宝玉在外 知她伤心哭了 便急地跺脚道 这是怎么说 说着 也乌咽起来了 一段外 都是从子涓方面说的 如果把这段改为 只听得宝玉在外 好像知她伤心哭了 急地跺脚道 这是怎么说 说着 也乌咽起来了 那就全体都是从子涓方面叙述了 第三 从前阿拉伯地方 有一个养骆驼人家的儿子 名叫亚利 因为有要事要和她在斯埃治的父亲接头 骑了骆驼 带了水瓶 付对商出发 一路上对商彼此谈谈说说 亚利却只有自己的骆驼和她做朋友 她恨不得就看见她的父亲 热带的太阳 火一样地照着沙漠 遇着难得的有树木和泉水的地方 大家就在此休息 解渴 再把水装满了水瓶 然后出发 夜了就在帐篷中住宿 这样到了第四日 镇武忽然起了大风 把沙吹得满天 走不来路 大家只得终止进行 后来风吸了 沙也不飞了 却是出了一桩极大的困难 原来以前是依着骆驼的足迹走的 经过大风以后 骆驼的足迹如数消灭 方向也认不清楚 大家走来走去 总是找不出路来 这时候水瓶中的水已经完了 没法再得水 大家都弄得没有方法了 以上是从亚利一面说的 天夜了 对商中一人说 如果明日还不能寻得有水的地方 那么只有把骆驼来杀掉一匹 吃他肚里的水了 别一个见亚利奔波以后眷睡了 便说 与其杀别个的骆驼 还是杀那小儿亚利的吧 这样二人在那里商量 观察点转到对商方向去了 亚利眷睡中 听见有人说 他的名士 便仍装了睡着的样子细听 听得二人在那里商量要杀他的骆驼 大惊 他想 如果与他们同伴 骆驼就要被他们杀死 不能再犹豫了 等到他们睡熟 就偷偷地把骆驼牵出 骑着逃了 天上照耀着无数的星 亚利因他叔父的平常指示 略晓得关于星辰的事情 大略地知道核心在南 核心在北 他凭着了他这点的知识 定了一个方向 编着骆驼前进 在这样试探方向的当中 天渐渐地亮了 忽见沙上有骆驼心航过的足迹 亚利得了这骆驼足迹的帮助 一直向南走 到了傍晚 隐约地看见前面有火光 急上去看 见有一群对商 在那里张目野素 亚利急从骆驼跳下 和他们讲自己受困的情形 请求他们和他同伴 观察点 又转到亚利方面来了 对商听了亚利的告白 大家都感动起来 允了亚利的要求 观察点转到对商方面去了 在思哀志的父亲 早几天就晓得亚利要来 等得不耐烦起来了 恰好有还乡的朋友 就同伴回来 想在路上碰见亚利 观察点转到亚利父亲方面去了 亚利得了新同伴 就安了心 忽然听得许多骆驼的足音 见又有一群旅客从南方来了 这群旅客之中 有一个就是他的父亲 亚利意外地得着父子相遇 不觉悲喜交集了 亚利和父亲无恙归家 把路上一切始末 想告他的母亲 观察点又转到亚利方面来了 亚利的母亲自从送亚利出门以后 心中怀着各种的忧虑 听了亚利的话就很欢喜 称赞亚利的勇气观察点转到亚利的母亲方面去了 这篇文字 观察点变动了好几次 如果要专从亚利方面说 那么第四段以后的文字应该改作如下 天夜了 亚利奔波以后 证卷睡着 忽然从睡梦中听见同伴对伤的话声 一人说 如果明日还不能寻得有水的地方 那么只有把骆驼来杀掉一匹 吃他肚里的水了 又一人说 与其杀别个的骆驼 还是杀那小儿亚利的吧 亚利听了这一番话 心里想到 如果与他们同伴 骆驼就要被他们杀死 不能再犹豫了 于是等到他们睡熟时候 就偷偷地把骆驼牵出骑着逃了 天上照耀着无数的星 亚利因他舒服平日的指示 略晓得关于星辰的事情 大略地知道核心在南 核心在北 他凭着了他这点的知识 定了一个方向 编着骆驼前进 在这样试探方向的当中 天渐渐地亮了 忽见沙上有骆驼心航过的足迹 亚利得了这骆驼足迹的帮助 一直向南走 到了傍晚 隐约地看见前面有火光 急上去看 见有一群对商正在那里张目野素 亚利急从骆驼跳下 和他们讲自己受困的情形 请求他们和他同伴 亚利的告白很感动了对商 他的请求也被他们许可了 亚利得了新同伴 正安着心 忽然听得许多骆驼的足音 见有一群旅客从南方来了 这群旅客之中 不料有一个就是他的父亲 后来晓得他父亲在思埃至早知亚利要来 等得不耐烦起来了 恰好有还乡的朋友 就同伴回来 想在路上碰见亚利的 亚利意外地得着父子相遇 不觉悲喜交集了 亚利和父亲无恙归家 把路上一切始末 详告他的母亲 他的勇气大被母亲称赞 这样改作以后 观察点一致 文字就一气 不犯繁治的毛病了 叙事文员是把事件来展开使人看的 性质好像戏曲 观察点的变动 就是戏曲中目的更动 戏曲中目不应多变 叙事文的观察点也不应多变 叙事文因观察点不同 对于同意材料 可做成各方面的文字 这不功夫 在学做叙事文上很是重要 有这样功夫的作者 对于一件事就能理解要从哪方面叙述才省事 练习 下面的例 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做的文字 试制观察点于裁判官方面 把它改作成一篇裁判官写给朋友的信 有一位妇人向朋友讨债 这位朋友说并不曾借钱 想把债赖了 妇人不得已 诉诸法庭 裁判官问原告 你在何处借钱给他 原告回答说 在某处大树下 裁判官说 那么要叫大树来做证人了 就命法律执行召唤证人的手续 停了一会 裁判官对着表 独自说 证人就快来了 这时被告不觉自语道 从这里到那棵大树 有六七里路 恐怕没有这样快吧 裁判官听了这话 就说 你晓得大树所在的地方 这就是你曾经受过钱的证据 于是把这案判决如下 被告曾经向原告借钱 以自身证明 因此 被告应该把钱还给原告 第六节 观察点的变动 照前节所说 叙事文的观察点不应变更 使文气一致而不散漫 容凡 但这只是一般的原则 在长篇的或复杂的叙事文 要将各方面的情形都表现得适当 却不得不变动 大概 事实的间接叙述比直接叙述不易生动 所以在两件或多件事实有相同的重要 而只从一个观察点出发 要将各方面都表现出来又非常困难时 观察点就不得不变动了 例如 庆家再三不肯 王玉辉执意 一静来到家里 把这话对老儒人说了 老儒人道 你怎地越老越呆了 一个女儿要死 你该劝她 怎样倒叫她死 这是什么话说 王玉辉道 这样死 你们是不晓得的 老儒人听见 痛哭流涕 连忙叫了轿子去劝女儿了 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 后女儿的消息 老儒人劝女儿 哪里劝得转 一般每日梳洗 陪着母亲坐 只是茶饭全然不吃 母亲和婆婆着实劝着 千方百计 总不肯吃 饿到六天上 不能起床 母亲看着伤心惨慕 痛入心皮 也就痛倒了 抬了回来 在家里睡着 又过了三日 二更天气 几个火把 几个人来打门 报道 三姑娘饿了八日 在今日五十去世了 如林外室第四十八回 这段文的目的 虽是在写出一个中了礼教的毒的人为虚荣 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饿死 但王玉辉 老儒人和他们的女儿三个人的情况 都同样重要 并且 假定从王玉辉一方面叙述 那么老儒人劝女儿和女儿为死前的各种事情都无从表现 或难于表现 就是从别一方面叙述 也同样的不能周到 在这种时候 观察点虽变动了好几处 也是应当的 叙述一件事 哪几方面的关系重要 以及哪些应当表现 哪些不应当表现 权依事件的性质 由作者自己的意见去判断 没有一个简明的标准 凡是有简才功夫的作者 当然能够得到这种标准的 上面所举的例 也可以说是有简才功夫的 第七节 叙事文的流动 叙事文的对象是事物的现象的展开 这展开的情形被叙述成文字的时候 就成了文字上的流动 现象的展开不止 文字的流动也就仍然继续 所以 流动是叙事文的特色 一件事的展开虽有一定的速度 但叙述这件事的文字 它的流动却又快慢 将事件展开的情况绵密地叙述 把事件中各方面详细地描写的 是慢的叙事文 指数事件的概要 和其中各方面的大意的 是快的叙事文 例如 宋江起伸进了手 柴进换一个庄客 提婉登笼 引领宋江东郎尽头处去敬手 便道 我姐躲杯酒 大宽转穿出前面郎下来 额颜走着 却转到东郎前面 宋江已有八分九 脚步居了 只顾他去 那廊下有一个大汉 因汉瘧疾 当不住那寒冷 把一敲火在那里响 宋江仰着脸 只顾他将去 正此在火仙柄上 把那火仙里的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 那汉吃了一惊 惊出一身汗来 那汉气僵起来 把宋江披胸揪住 大喝道 这是什么鸟人 赶来消遣我 宋江也吃一惊 正分说不得 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 不得无礼 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 那汉道 客官 我出来时也是客官 也曾最相待过 如今却听庄客扳口 便疏漫了我 正是人无谦日好 却待要打宋江 那庄客撇了灯笼 便向前来劝 正劝不开 只见两三碗灯笼 飞也四来 柴大官人亲感到说 我接不着鸭丝 如何却在这里闹 那庄客便把此了火仙的事说了一遍 柴靖笑道 大汉 你不认得这位奢侄的鸭丝 那汉道 奢侄杀 问他 敢比得我运程送鸭丝 他可能 柴靖大笑道 大汉 你认得宋鸭丝不? 那汉道 我虽不曾认得 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吉时与宋功名 是个天下文明的好汉 柴靖问道 如何见得他是天下文明的好汉 那汉道 却才说不了 他便是真大丈夫 有头有尾 有始有终 我如今只等病好时 便去投奔他 柴靖道 你要见他吗? 那汉道 不要见他说甚的 柴靖道 大汉 远遍十万八千里 靖便只在面前 柴靖指着宋江便道 此位便是吉时与宋功名 那汉道 真个也不是 宋江道 小可便是宋江 那汉定睛看了看 那头便败 说道 我不信今日早与兄长相见 宋江道 何故如此错爱 那汉道 却才甚是无礼 万望恕罪 有眼不识泰山 跪在地下 哪里啃起来 宋江忙扶住道 足下高姓大名 《水浒》第二十一回 这是曼的叙事文 宋江因躲一杯酒 去静守了 转出廊下来 辞了火鲜饼 引得那汉焦躁 跳江起来 就欲要打宋江 柴靖赶江出来 偶叫起宋鸭司 因此露出姓名来 那大汉听的是宋江 跪在地下 哪里啃起 说道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一时冒独兄长 望起恕罪 宋江扶起那汉问道 足下是谁 高姓大名 《水浒》第二十二回 这段所需的事实和前段相同 只是简单得多 这是快的叙事文 快的叙事文 以叙述事件的轮廓为目的 慢的叙事文 以叙述事件的情况为目的 两者的分别 正和中国话的写意化和公比化相同 大体说来 小说属于慢的一类 历史属于快的一类 沙翁的剧本是慢的 兰姆兄妹所作的沙翁乐福本诗就快了 三国志是快的 三国演义就慢了 第八节 叙事文流动的终止 叙事文的特色既然在流动 所以不但这流动需快慢适当 还需慎防终止 所谓流动终止 就是由时间的 动的叙事文 突然转到冗长的 空间的 静的纪事文 或插入说明 使动态一时停滞 第一 原来 王夫人时常居坐宴席 亦不在这正式 只在东边的三间耳房内 于是老妈妈引黛玉进东房来 临窗大炕上铺着星红阳毯 正面设着大红金线莽银枕 秋香色金线莽大条入 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杨漆小鸡 左边挤上纹网顶 池、柱、香河 右边挤上、汝瑶美菇 内插着石仙花卉 并明晚 茶具等物 地面下 西一六四张椅子上都搭着银红洒花衣服 底下四副脚踏 两边又有一对高级 几个明晚花瓶具备 其余陈设 不必细说 《红楼梦》第三回 这段文中 除了第一句是叙事文以外 流动全然中止 以后都成了王夫人房中的纪事文 若非把这一大截续上不可 应当将所记的情况都改成由黛玉眼中看出的 而将末了其余陈设 不必细说的话删去 那么流动就没有停滞了 第二 蒋门神见了武松心里先欺他醉 只顾赶将入来 说时迟 那时快 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 忽然转身便走 蒋门神大怒抢将来 被武松一飞脚踢起 踢中蒋门神小腹上 双手按了 便蹲下去 武松一学 学将过来 那只右脚早踢起直飞在蒋门神额脚上 踢着正中 望后 便倒 武松追入一步 踏住胸脯 提起这促波尔大小拳头 望蒋门神头上便打 原来说过的 打蒋门神扑手 先把拳头虚影一影 便转身 却先飞起左脚 踢中了 便转过来 再飞起右脚 这一扑有名 换坐欲环步 鸳鸯脚 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 非同小可 打得蒋门神在地下叫饶 《水浒》第28回 这段文中 阔湖内的话都是作者所加的解释 这种说明加到叙事文中 也是使流动停滞的原因 若删去了 流动便连续不断 极有生趣 第九节 叙事文流动地顺逆 叙事文是把事物的变化来展开的 所以 流动的方向也有两种 第一种 照那变化自然的顺序 依次叙述 这是顺的 第二种 因为要续明变化的前因后果 或并行的事件 不能全然依照自然的顺序 而要有所颠倒 这是逆的 例如 天气很冷 天下雪 又快要黑了 已经是晚上 是一年最末的晚上 在这寒冷阴暗中间 一个可怜的女孩光着头 赤着脚 在街上走 依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 原是穿着鞋 但这有什么用呢 那是很大的鞋 依的母亲一直穿到现在 鞋就有那么大 这小女孩见路上两辆马车飞奔过来 慌忙跑到对面拾鞋都失掉了 一直是在也寻不着 一个孩子抓起那一只 也拿了逃走了 她说 将来她自己有了小孩 可以当作摇篮用的 所以现在女孩只吃着脚走 那脚已经冻得全然发红发青了 在旧围巾里面 一兜着许多火柴 手里也拿着一把 整日没有一个人买过一亿点东西 也没有人给一亿个钱 卖火柴的小女孩 今年严正点的是林如海 这林如海姓林明海 婊子如海 乃是前科的炭花 今以生兰台四大夫 本贯姑苏人士 今点为寻言御史 道任未久 原来林如海之祖 曾习过猎侯 今道如海 夜经五世 其初只习三世 因当今龙恩圣德 额外加恩 至如海之父 又习一代 至如海便从磕甲出身 《红楼梦》第二回 这两例中有好几处是逆行的 逆行虽有不得不用的时候 初学的人却一注意 大概在普通的叙事文是用不到的 练习 一是将读过的叙事文 举两个观察点变动的力 二是将读过的慢的叙事文举出一篇改成块的 第四章 说明文 第一节 说明文的意义 解说事物 剖示事理 阐明意象 以便使人得到关于事物、事理或意象的知识的文字 称为说明文 例如 一旁是字的形 一旁是字的生 所以叫做形生 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科学的起源 不是偶然发现的 因为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 有种种心理的根据 所以发生科学 科学的起源和效果 说明文的性质 有时好像和科学的记事文相同 有时又好像和叙事文类似 其实全部一样 说明文和科学的记事文 有什么区别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象的范围不同 科学的记事文 虽也是以技术事物的状态、性质、效用为主 但以特殊的范围为限 是比较具体的 说明文以普遍的范围为对象 是比较抽象的 如第二章第一节所举的例 第一个是技术一枝梅花的状态 第二个是技术屋内一部分的陈设 第三个是技术一个人的性质 范围技术 所技术的也比较具体 使人读了自然可以就得到那些知识 但若要讲到植物、房屋的构造和人类的通信等一般的事实 以及抽象的势力如文学的意义、实验主义等 范围就扩大得多 不是技术文所能胜任的了 说明文和叙事文的分别比较容易 关于事实的说明 对象虽和叙事文相同 但形式全然相异 如今天上午八点四十分火车从江湾开出 是叙事文的形式 而火车从江湾开到上海是在今天上午八点四十分 便是说明文的形式 还有一个区别 叙事文可代作者主观的色彩 说明文却不许可 第二节 说明文的用途和提示 说明文本来是用较浅尽明了易于理解的文字去解明事物或事理 使它的关系明了、范围确定、意义清晰、给人以关于该事物或事理的普遍的正确的知识 所以用途很广 教师的讲义、科学的教科书、大半是说明文 故不必说 就是学术上的定义、字典上的解释、古书上的注解、事实真相的传达 凡足以使人得到明确的观念和理解的 都要用到说明文 说明文的提示通常有疑问式和植数式两种 一、疑问式 假、书籍是什么? 一、何谓文学? 并、科学怎样起源的? 二、植数式 假、书籍 以文学 并、科学的起源 在古文中 还有用说字或原字加道题上的 如是说 援君之类 但文中多颤入议论 所以不能因提示而判断文体 第三节 说明文的条件 说明文最简单的形式 就是单语的定义 复杂的说明文 无非是单语的定义的集合和它们的隐身 先就单语的定义来讨论 例如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是规定人的意义的 就是用有理性的动物六个字合起来说明人的概念 在这六个字中 又可分成两部分 一、动物 二、有理性的 动物是人所属的类 有理性的是人在所属的类中所具的特色 就是人和所属的类中的其他的东西相差的地方 论理学上叫做种差 所以最简单的说明文的形式是 类加种差 但说明文只是这样简单 通常不能就使人明了 非更详尽不可 因为说明文所说明的既不一定简单 而又是对于未知某事物 某事里的人才有做的必要 所以 做法上必须的条件便须加多 共有六个 分说如下 一、所属的种类 为了要使所说明的事物和其他关系较远的事物分离 所以虚述它所属的种类 如要使人和植物、矿物等分离 就先说它是动物 又以书籍和书信为例 甲书籍是印刷物 一、书信通常是手写的 二、所具的特色 将所属的种类虽以叙述而能使它和其他关系较远的事物分离 但还要使它和关系较近的同属于一类的分离 所以必须数它的特色 如要使人和一切别的动物分离 必须叙述它的特点 有理性的 甲书籍是预备永久保存 给多数人看的 一、书信是处理意识的事情 带谈话用的 三、所含的种类 因要内容明了 使人更易理解 而且理解的内容更充实 所以将事物所包含的种类叙述也是必要 但分类原需有一定的标准 所以叙述分类需将所用的标准同时叙述 甲书籍在版本上 有刻板的、签印的 在装定上 有洋装的、中国装的 在文字上 有洋文的、中文的 在内容上 有关于文学的、关于科学的、关于哲学的等等分别 一、书信因所述事件的关系人的多少 有公信和私信的分别 四、显明的实例 文字内将显明的实例举出 则愈加明了 假、英文教科书是阳文的 国语教科书是中文的 一、例如学校通知书和致全体同学书 是公信 问候某君的信是私信 五、对称和疑似 单从事物的本身植数 往往不易明了 所以 若将对称的 即同属于一类而不是同种的 或疑似的 即好像同种而识不同的事物对照述说 更可使该事物明白显出 学术上的名词大概有对称的 通俗的事物多半有疑似的 植物是生物中不属于动物的一部分 对称 习字指也是用笔写的 但不以代谈话为目的 所以不是书信 疑似 六、语义的限定 语义因使用而多分歧 做说明文时 如果遇到容易误解的时候 如古语新用之类 非特别加以限定不可 例如 共和是国家主权在全体人民 行政首长也由人民选出的一种国体 不是周遭共和的共和 上述各项 是说明作文法上的要件 现在以文学为题应用各要件 示范如下 文学是一种艺术一 换句话说 就是以文字做成的艺术二 纯粹的文学通常不以日用为目的 五、音题材上有小说、诗歌、戏曲等分别 三、红楼梦是小说 长恨歌是诗歌 西香记是戏曲四 文学不是普通的文字 也不是科学六 韩玉的原道 王传山的读通见论等 不是文学 物理学讲义 化学教科书等 也不是文学四 我国古来 凡是文字都称文学 但是现在的所谓文学完全是小说、诗歌、戏曲的总称和从前的意义是不同的 第四节 条件的省略 说明文原是为为之某事物的人做的 在繁复的说明文 要正确、明晰、故应具备前解所述个条件 但于某部分却已非常明了的时候 也可以省略 一、普通的省略 容易明了而不致误解的事物 或质疑使人知道一个概要的 都可以只说大概 例如 假、国家是人类社会组织之最大形体 包容一切社会生活 新学至公民教科书第一册第六章 一、国家是人类为满足需要兴趣而组织的团体 社会也是人类为满足需要兴趣而组织的团体 目的大概相同 但是社会只有人与人的关系 和人所在的土地无关 所以社会成立不限定 要占据一定的疆土 人民如果没有一定的疆土 便不能成为国家 政治学大纲第四章第三节 假和以同事关于国家的说明 以是详细、绵密的说法 假是省略的说法 专门科学的文字都是以类 通常的文字和口头的谈话 以假类为多 二、因比较而省略 利用读者所已知的事物 两相比较以说明的时候 和已知事物相同的条件 就可省略 这是常用的省略法 例如 星云和一团云差不多 微量 挂在空中 极像一缕烟 日本人民受军阀的苦痛 也和我国一样 这是利用读者已知的云和烟 来说明星云 利用读者已知的我国军阀的横暴来说明日本的军阀的 这种方法很有效用 所要注意的就是比你要恰当 不然 一样的容易引起误解 练习 是依所讲法则 就下题做说明文 一、偶像 二、革命 三、山 四、学校 第五章 议论文 第一节 议论文的意义 发挥自己的主张 批评别人的意见 以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 称为议论文 既是文是技术事物的状态 性质的 叙事文是叙述事物的变化的 议论文和它们截然不同 很是明显 最易混同的就是说明文 说明文关于剖式事理的部分 和议论文很有容易混淆的地方 因为对于仪式的内容 真是说得极详尽 那么它的价值怎样 我们对于它应持的态度怎样 都可不言而喻 用不到再加议论了 例如 把社会主义的意义 公用 优劣等都说到详尽无余 那么社会主义的可行不可行 自然非常明了 又如将教育的含义尽量发挥 那么教育应该怎样 人人应否受教育 也自然可以不必再说 就很明白 照这样说来 议论文和说明文不是没有差别了吗 这又不然 第一是目的不同 说明文的目的是在使人有所知 议论文不但要使人有所知 还要有所信 第二是性质不同 是就两者的提示看就可明了 说明文大概用单语为题 如社会主义、教育之类 议论文则用一个命题为题 如社会主义可行于中国、教育为立国的根本之类 一般议论文的题目 虽也有之用单语的 如男女同学论、孔子论等 但不过是形式的省略 若从文章的内容去考察 便知仍是一命题 因为文中不是主张男女应当同学 便是主张男女不应当同学 不是说孔子之道已不适于中国 就是说孔子之道仍当遵从 议论文的题目源是文章的根本主张的概括的缩写 所以表面虽是单语 内容依然是命题 第三是态度不同 说明文比较的偏于客观的 所以虽有时因个人的见解不同 不能人人一致 也有狄论者 但作者并不预计的 议论文却恰好相反 实际上虽未必就有人反对 作者心目中盖甲定有狄论者立在前面 因为若一切都成了定论 和数学上的公式一样 本来就无议论的必要了 男女同学所以还有议论的必要 正因有人主张 也有人反对的缘故 议论文虽和说明文不同 但议论文中用说明文的地方很多 因为没有说明做基础 判断很不容易下 例如要主张男女应当同学 那么教育的意义和男女的关系等 都非先加以说明不可 是就下例 玩味一下就更可明了了 但是到了现在 关于女子和文学的观念全然改变了 文学是人生的或以形式的实现 不是生活的附属工具 用以教训或消遣的 它以自己表现为本体 以感染他人为作用 他的效用以个人为本位 以人类为范围 女人则为人类一份子 有独立的人格 不是别的什么附属物 我们在身心状态的区别上 承认有男子女子与儿童的三个世界 但在人类之前都是平等 与男女的成人世界不同的儿童 是间公认其一样的 有文学的需要 那么在女子方面 这种需要自然更是切要 因为表现自己的与理解他人的情思 实在是人的社会生活的要素 在这一点上 文学正是唯一的修养了 女子与文学 第二节 命题 断定用言语或文字表示出来称为命题 议论文实际上就是对于所提出的命题所给的证明 有必要的时候 还加上相当的说明 所以命题是议论文的根本 命题是一个完全的句子 Sentence 但一个完全的句子除了表明语句 indicative外 疑问语句interrogative 命令语句impaired 愿望语句optive 惊叹语句exclamatory 都不是命题 因为所表示的都不是一个断定 用不到证明 命题从性质上说 有肯定和否定两种 假竞争运动应该废止 肯定命题 以竞争运动不应该废止 否定命题 在理论上 只有这种形式的句子 可以作为议论文的题目 但实际上 常有不照这样 只写的 假 以二项 可有下列各种格式 论题本应是一个命题 就是一个完全的表明语句 但题目除表示论文的主旨外 有时还含有刺激读者的作用 所以如 女子不该参政吗 文化运动 不要忘了美誉 意在所谓国体问题 等形式的题目都有 但实际上不过是从女子应当参政 文化运动应当注意美誉 非国体问题变化出来的 作议论文的第一步 就是认定自己所要提出的命题 命题确定了 然后加以证明 所要注意的就是保持论点 不要变更 使议论出了本命题范围以外 例如论莎士比亚的文学 应当只从文学本身立论 不应该牵涉他幼时窃阳的事情 要排斥耶稣的教义 应当只从他的教义本身下攻击 不应该说他是私生子 因为文学和作者的幼时道德各不相关 教义的好坏和立教者的是私生子 非私生子毫无关系 如果要牵涉 就应当先证明两者的关系 必要使人承认又是道德不好的 长大了也无好文学 私生子不能成伟大的宗教家 然后议论才立得住 不然总是谬论 这种毛病在批评别人的主张的时候较多 往往以攻击私人为压倒对手的武器 其实就是对手因为私德上受止赤 不敢再答辩 也不是他的主张失败的证据 第三节 证明 命题既经认定 就应当加以证明 证明可分两种 一 直接证明 即是对于一种主张 找出积极的理由来证明 例如 孟子曰 不仁栽梁慧王也 仁者以其所爱 及其所不爱 不仁者以其所不爱 及其所爱 公孙丑曰 何谓也 梁慧王以土地之故 弥烂其民而战之 大败 将赴之 恐不能胜 故屈其所爱子弟以训之 使之谓 以其所不爱 及其所爱 孟子 尽心 这篇的主旨是说 梁慧王不仁 而用以其所不爱 及其所爱的事实来证明 见见证明 就是所谓反正 对于一种主张 先证明对方面的谬误 是自己所说的牢固 例如 孟子曰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堕其四支 不顾父母之养 一不孝也 博弈 好饮酒 不顾父母之养 二不孝也 好货财 思妻子 不顾父母之养 三不孝也 从耳目之欲 以为父母录 四不孝也 好勇斗狠 以为父母 五不孝也 张子有益于是乎 孟子 梨楼 这篇的主旨是说 《匡章》是孝子 而用他没有不孝的事实来证明 大概 发表自己的主张 不能不有直接的证明 反驳他人的议论 间接证明最有用 例如 有人主张足球应当废止 他所持的理由是足球危险 就可用间接证明法反驳如下 足球危险 不错 但是 时间危险的事情很多 火车也危险 飞机也危险 如果因为危险就应当废止 那么 火车 飞机也应当废止了 这是很不合理的 用这种反驳法应当要注意对手的论点变更 若主张足球应当废止的人 因为这个博弈而声明说 火车 飞机虽危险 但有用它们的必要 非足球可比的 他的根据已全然变更了 最初的理由是足球危险 后来的理由是足球危险而且非必要 所以应当认为新论 第四节 演绎法 归纳法和类推法 演绎法 归纳法和类推法 是论证的基本方法 要知道详细 需求之于论理学 这里所讲的只是一个大概 一 演绎法 用含义比较广阔的命题做基础 来论证含义较狭的命题 这是演绎法 例如 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 大前提 音乐是学校的功课 小前提 故音乐应当注意学习 断案 这是演绎法最基本的形式 通常称为三段论识 是用含义较广的学校的功课 都应当注意学习和音乐 是学校的功课两个命题 来证明音乐应当注意学习的命题 上列的顺序是论理上的通常的排列法 在文字或语言上 常有变更 是以上是为例 一 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的 大 音乐既是学校的功课 小 所以音乐也应当注意学习段 二 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的 大 所以音乐也应当注意学习呀 断 因为音乐也是学校的功课 小 三 音乐既是学校的功课 小 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的 大 音乐也就应当注意学习了 断 四 音乐既是学校的功课 小 音乐就应当注意学习段 因为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的 大 五 音乐应当注意学习呀 断 因为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大 音乐也是学校的功课 小 六 音乐应当注意学习的 断 音乐既是学校的功课 小 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 啊 大 引号内的字是为句子的顺畅附加的 因为无论在文字上或语言上 常常还一定用很质朴的表明语句 大前提 小前提和断案 不但排列的顺序可以变更 常常还有省略 例如 一 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大 音乐也是学校的功课呀 小 二 音乐既是学校的功课 小 音乐起步应当注意学习吗 断 三 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的 大 音乐就应当注意学习了 断 四 音乐既是学校的功课 小 就应当注意学习断 五 学校的功课都应当注意学习大 音乐自然不是例外 断 只要异议能够明白 在文章上排列变更 要素省略都无妨 为了文章辞掉的关系 将命题的形式改换也是必要 但若要检查议论的正否 却需一式排列 例如 一 节奏之师天下也 师其民也 孟子 离楼 二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孟子 万章 三 他不用功 故要落地 这些议论若要施以检查 须将省略的补足 成一完全的三段论识如下 一 师其民者师天下 节奏师其民者也 故节奏师天下也 二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姚为天子 顾遥不能以天下与人顺 三 不用功的学生都要落地 他是不用功的学生 故他要落地 演绎法的议论 全以两前提做基础 所以如前提中有一部稳固 全论就不免谬误 如前例第三个论识 不用功的学生都要落地 他是不用功的学生 故他要落地 这论识中大前提就不甚稳当 因为世间尽有天资聪明 不用功而可以不落地的学生 世间原难有绝对的真理 所以就是论识各段都无误 也不是就没有辩驳的余地 不过各段的无误 是立论的必要条件 若没有这条件 议论的资格都没有了 练习是把下列个议论补足成三段论事 并检查是否谬误 一、试验使学生苦痛 故应废止 二、我国有广大的土地 岂有亡国之理 演绎法的两个前提 原是立论的根据 假若对于一前提不易承认 还需别的三段论法 把这前提来证明 例如要论证人类必须有教育的一个命题 假定是用下列的论事 人类须有知识 小前提 知识由教育而得 大前提 故人类必须有教育 断案 这论事中的小前提实在是很有疑问的 所以必须再加以证明如下 生存须有知识 大前提 人类要生存 小前提 故人类须有知识 断案 唐使这论事中的前提还有一问 那么非再加以证明不可 繁复的议论文 大概就是由许多三段论法联合成的 练习 是补成下列的论事 凡人因非权之权能 皆有缺点 故孔子虽圣人 也有缺点 二 归纳法 归纳法和演绎法恰好相反 是集合部分而论证全体的论法 例如 用演绎法证明某人是要死的 其论事如下 凡人都是要死的 大前提 某人是人 小前提 故某人是要死的 断案 对于这个论事的大前提 凡人都是要死的 的一个命题是否真实 如果要加以证明 也可用下列的演绎法的论事 凡生物是要死的 大前提 人都是生物 小前提 故凡人都是要死的 断案 对于这个论事的大前提 凡生物是要死的 的一个命题 若还有疑问 须加以证明 那就不是演绎法所能胜任的 非用归纳法不可了 论事如下 牛是要死的 马是要死的 羊是要死的 草是要死的 树是要死的 袁是凯死了 西是死了 我的祖父母死了 牛、马、羊、草、树、袁是凯、西施、我的祖父母都是生物 故生物是要死的 这事的两前提都是以经验所得的部分集合起来 由此便得到生物是要死的的结论 归纳法中有两个应当遵守的条件 一部分事件的集合需普遍 而且没有反例 二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这两个条件如果能满足一个 大概可以认为没有错误 用力来说 一 有角动物都是反除动物 在这里中 有角和反除有没有原因结果的关系 这在现在的科学上还没有证明 所以不能满足第二个条件 但有角的动物如牛、如羊、如鹿等都是反除的 并且没有反例 即有角而不是反除的动物可以举出 这就满足第一个条件 而可认为正确的了 二 有烟的地方必定有火 这里中的烟、铜火是有因果关系的 满足了第二个条件 所以就是不便举势力 也可认为正确 三 文化高的国民都是白皙人种 这里虽可举出英、美、德、法等国民来做例证 但有印度、中国等反例可举 不满足第一个条件 并且 明确的因果关系也没有 又不满足第二个条件 这样的归纳便是谬论 最有力的归纳法是第一、第二两个条件都能满足的 因为势力既普遍而无相反的利可举 原因结果的关系又极明了 自然不易动摇了 所应注意的 有无反例可举和人的经验有关系 就现在所经验的范围虽无反例 范围一旦扩大 也许就遇见了反例 所以归纳法所得的断案常是改然的 但原因结果的关系既已明确 就有反例可举 也不能斥为谬论 这只是原因还没完全举出 或反例另有原因的缘故 例如 居都市的人比居乡村的人来得敏捷 这就是生活状况的不同 一是刺激很多 一是清闲平淡 可以将原因结果的关系说明的 虽有一二反例 必定别有原因存在 对于言论并不能动摇 练习就下列个命题 广举势力且说明其因果关系 一文化从海岸起始 二补不是族信 三健康为成功之母 三类推法 根据已知的势力而推断相类的势力的方法 这是类推法 例如 地球是太阳系的行星 有空气 有水分 有气候的变化 有生物 已知的势力 火星是太阳系的行星 有空气 有水分 有气候的变化 相类的势力 故火星有生物 断岸 类推法应用时需遵守下列的两条件 甲所举的类似点 需是事物的固有性 而不是偶有性 一 被推的事物 需不含有与断岸矛盾的性质 例如 一 孔子与杨虎同是鲁人 同在鲁座官 若依了这些类似点 因孔子是圣人 就推断杨虎也是圣人 这便犯了第一个条件 因为这些类似点都是偶有性 二 甲乙二鸟 声音 大小 形色都相同 但乙鸟的赤层受伤折断 若依类似点因甲善非 就推断乙也善非 这便犯了第二个条件 因为赤的折断和善非 性质是矛盾的 练习 人披粘了则温暖 将粘子包冰 则冰反不易化 是旧类推法说明 第五节 证据的性质分类 判断一件事 总是以经验做根据 而一前两节所举的方法找出证据来 由性质上 证据有种种的不同 分数如下 因果论 因果论又明盖然论 是根据了同样的原因必生同样的结果的假定 以原因证明结果 例如 一 某人平日品行方正 原因 这次的窃案 大概和他没有关系 结果 二 他作文成绩素来很好 原因 这次成绩不良 大概是时间局促的关系 结果出预想之外 因为别有原因的缘故 这都是因果论 普通所谓议论 大概是这类最多 因果论 所以又明盖然论 就是因为这种议论并不是确切可靠的缘故 对于同一事件 往往可做正相反对的因果论 极如前例的 一 某人平日品行方正 原因 这次的窃案 大概和他没有关系 结果 对于这一个因果论 也可做正相反对的第二个因果论 二 某人近来很穷 原因 或不得已而窃到 结果 这两个因果论 可以同时发生 在这时候 要决定究竟哪一个成立 实施一件很难的事 就是能够证明 某人真是可不引到权的丈夫 但仍不能将 一 确立而推翻 二 因为还有第三个 第四个 乃至无穷个因果论 可以发生 即如 三 某人的母亲病得很危险 她正困于医药费 原因 或竟致于窃盗 结果 这个因果论更为有利 某人品行既好 当然有效行 对于母亲的病 自是要想尽方法去医治 那么极不狭责 也是人情 从这里看来 可知因果论是个确度很小的论法 所以 用这个论法的时候 通常需用大概或等推量的语气 万不可取断定的态度 但因果论虽不是充足的可靠的议论 却是必要的 很有价值的 所以 无论何种议论 至少非有一个因果论的证据不可 否则 即使别的证据很多 也不可靠 例如 甲有杀乙的嫌疑时 甲定有下列各种证据 一 已被杀时 甲却不在家 二 甲家有带血迹的刀 三 甲的衣裳有血 这类的证据 无论有多少 甲定甲所以要杀乙的原因 一点不明白的时候 依然毫不足评 而不能具以断定甲是杀乙的 如果能求得下列的事实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那就可以认甲为杀乙的嫌疑者 所以 谨一因果论的证据虽不足事 若与别的证据联合起来 就成有价值的论法了 甲定所得的事实如下 一 甲曾因金钱关系与乙有仇 二 甲何以前几天曾打架 而被打伤 二 立正论 将和结论相同的事例引来做议论的证据 叫做立正论 例如 一 某人身体缘很弱 因从事运动 今以健康 事例 所以 运动是有益于健康的 结论 二 假学生狠用功急了格 以学生不用功落了地 事例 所以要及格 非用功不可 结论 三 头石于水 就沉下去 头木片于水 则浮在上面 是粒 可知青的东西是浮的 重的东西是沉的 结论 这都是立正论 立正论以部分来推全体 或以假部分来推一部分 前一种是归纳法的 归纳的法则 应该严格遵守 后一种是类推法的 类推的规则切不可犯 除此以外 还有几个条件应当特别注意 假人事和物理的不同 潜力中 一和二是人事 三是物理 物理以物为对象 物质界是有普遍的法则 可循的 所以 大概可以说有一定 假石沉了 以石也沉了 可以说凡石都要沉的 假木浮起 以木也浮起 可以说凡木都要浮起的 但人世界的现象 却没有这样的简单 假从事运动身体康健了 已从事运动或反而生病 因为体质 情形都不一定相同 结果不一定同也是应该的 并不用功性而不落地 就以为不用功可以不落地 某人买彩票发财 就去买 某人的阿哥的学问好 就以为他的学问也好 这些谬误 都是一类 以假定不能做立正 立正虚是事实 假定做不来立正 世间往往由以假定做立正 而应用立正论的 例如 一精神一道 何事不成假定 凡毕业颠沛流离的 都是精神不振作的缘故 结论 二 他如果救了商业 已经可以做商店的经理了 何至穷的这样 假定 所以 读书不如经商 结论 一 立中 事得成不成非做了以后不能晓得的 二 立中 经商能不能就做商店经理 而不穷困 也要经了商才可知道的 只旋揣了一个假定 再从这假定立了脚来推论 即使常识上通得过去 总不可靠 三 辟育论 辟育论和立正论相似 不过立正论是引用和结论相同的事例做证据 辟育论是引用和结论相似的事例做证据 例如 一 加热于蒸汽机关 则机关运转 故热可转成运动 立正论 二 像蒸汽机关的运转虚酶一样 生物在生活上也虚实物 辟育论 辟育论中所最要紧的 就是两方面的类似的关系 辟育要得当 就是两方面中各自所存有的关系 要有适当的关联 事就上力分解如下 一 蒸汽机关的转动要发热的东西 酶 故运动要有发热的东西 归纳的立正论 二 运动要有发热的东西 故生物的运动 生活 也要有发热的东西 食物 演绎的因果论 适当的辟育 照上面的样子分解起来 立正论和因果论间 一定有相当的可以存在的关系 假如其中有一事错误 辟育论的全体也就要错误 今世物谬的利于下 浙江人比湖南人好 好像浙江愁比湖南愁好一样 这种辟育论的谬误是谁都晓得的 所以 谬误的原因在哪里呢 是分解一下就晓得了 一 浙江愁比湖南愁好 所以 浙江的一切比湖南的一切好 归纳的立正论 二 浙江的一切比湖南的一切好 所以浙江人比湖南人好 演绎的因果论 这二事中 一的立正论明明不合归纳的法则 势力既不普遍 因果关系也不明确 要举反例 不论多少都可以举出 如湖南的下部就比浙江的好之类 二的演绎式的大前提既谬误 断案当然也靠不住了 就是分解起来 一的归纳是不错 而二的演绎是错了 也一样地靠不住 检查辟预论的方法除将它分解以外 还有一种 就是审查两面的关系类似不类似 就前例说 浙江愁和湖南愁的关系 与浙江人和湖南人的关系 全部类似 不类似的关系当然不能辟预的 至于蒸汽机关和煤的关系 铜、生物和食物的关系 就是类似的了 辟预论 我国古来用的很多 现在也着实有不少的人用它 激诈百出 罪易使人受欺 大疑注意辨别 练习 是指出下列个辟预论正否 一 国只有海军与陆军 有鸟只有两翼 缺一不可 二 政府之不必使人民欲闻政治 由父母之不必 问家事与子女 三 亦使亦辙 集数使则难辙 人也是这样 孤立亦败 协力则无敌 四 符号论 符号论和因果论恰相反 因果论是从原因推正结果 符号论是从结果推正原因 例如 一 某人没有一定的职业 应当很穷 因果论 二 某人到了严冬还穿假衣 可见他很穷 符号论 符号论是以实际的行计符号来证明所论的真确的 见学生上课时在讲堂中睡眠 说教师不能引起学生的欣慰 见水的结冰 说大气的温度在冰点以下 见日本打胜了俄国 说日本比俄国文明程度高 这都是符号论 通俗所谓理由的大概是因果论 所谓证据的大概是符号论 因为同一事实可以由种种的原因发生 所以符号论虽是由结果而推论原因的议论 也是不完全可靠 例如 一、学生上课时在讲堂中睡眠 足见教师不能引起学生的欣慰 这议论也可有别种的说法 二、学生上课时在讲堂中睡眠 足见学生不十分注意学业 三、学生上课时在讲堂中睡眠 足见学校的功课太繁重 学生担负不下 符号论一不小心就容易生出谬误 因为是博士 就崇拜他 说他有学问 因为是孔子说的 就相信他一定不错 因为西洋人也这样那样 所以非这样那样不可 看看报上某商店的广告 就信某店的货物精良 都是这一类的谬论 符号论中最可靠的 是那结果只有一种原因可以生出来的时候 例如 一、河水结冰了 可知天气已冷到摄氏表零度以下 这是可靠的议论 因为除了天气已冷到摄氏表零度以下 没有别的原因可以使河水结冰的 但是像 二、碗中的水结冰了 可知天气已冷到摄氏表零度以下 这就不大可靠 因为使碗中的水结冰的原因还有别的 人工的方法就是一个 就大概说 自然界的现象 符号论大体可靠 一设到人事 关系非常复杂 用符号论大须注意 第六节 各种议论的联络 前节所述的四种议论 各有缺点 所以单独使用很不可靠 但是若能将二种以上的议论连结起来 就成有力的议论了 例如假有杀矣的嫌疑时 如果在同一事情 得到下列种种事实 那莫假是嫌疑犯 差不多可以断定了 以上是三种议论的连结 若能四种连结 更为可靠 所应注意的 就是因果论和符号论并不全然可靠 至于立正论和辟语论 更只能做补充用 力量很微弱 即以上例来说 虽已有五个证据 但最多只能说假有嫌疑 至于假是否杀矣 依然不能断定 所以 关于这一类事实要下判决 非有确实的人证如当场见到 或物证如刀与伤口 不可 因此 裁判官只能用各种方法引诱假自行承认 而不能依自己所得的盖然的证据推断 因为上面的事实 假和别人血斗或杀的不是已 甚或别人嫁祸 四和五都可以存在的 至于一 二 三 都是已过的事 用作证据 本来力量很不大 第七节 议论文的顺序 文章原无一定的惩罚 议论文的顺序当然也不能说有一定 以下所说的事项 不过是普通的说法 一 命题的位置 议论文原是对于命题的证明 命题当然是议论文的根本 所以 命题在一篇文章中应该摆在什么地方? 还是先列命题 后来说明呢? 还是先加说明 后出命题呢? 这实在是一个问题 在最普通的文章 应该先提出命题 使读者开手就了解全篇主旨所在 若是把文章读了半篇 还不能晓得究竟讲点什么 这类不明晰的文章 普通不能算好的 先列命题 能使文章明晰 却是有时也不应当先将命题列出 第一 命题容易引起反对的时候 例如对学校学生主张有神论 或对宗教家主张无神论的时候 唐使先把命题接出 避至开端就惹起观听者的反对 以后虽有很好的证明 也不足动人了 这种时候 应当先从比较广泛点的地方起手 对学生讲有神论 可先从科学说起 说到科学不可适 再提出有神论来 对宗教家主张无神论 可先说古来有神论 和无神论的派别 可揭出其优劣 使听者觉得 无神论也有若干的根据 然后再提出自己主张无神论的意见 第二 命题太平凡的时候 例如在慈善会场中演说 人要有慈善心的时候 若开端先将命题提出 听的人就厌倦了 这种时候 可从生存竞争的刘碧等说起 使听者感觉慈善的必要 然后再提出本命题来 二 证明的顺序 通常因果论应当列在前面 符号论列在最后 因果论若列在最后 就是已经证明的事情和当面的问题 无设 若四种论证都全备的时候 就是 1.因果论 2.辟育论 3.立正论 4.符号论 这是最普通的 先列因果论 使读者预想有向结论的事实 次列辟育论和立正论 使读者预想着在别时别地所有的事实 或者在此也要起来 到了最后的符号论 使读者觉得所预期要起来的事实 果真起来就能深切地信从了 再用前面所举的假杀乙的事例来说 1.假与乙因金钱关系有夙愿 使读者预想假或因此杀乙 2.假虽是个平和的人 但是愤怒和改变素性 好像水虽平静 遇风也要起浪 使读者信平和的假 也可杀乙 3.从前某人某人都是平和的人 都因愤怒及金钱关系 有过杀人的行为 使读者因从前的实力 坚信假有杀乙的可能 4.假假有带血的衣服 且已被害时 假却不在家 因证据使读者坚信假是杀乙的 第八节 做博论的注意 议论文以推理为根据 除了自然界的现象以外 人类社会的事情非常复杂 而人的推理又非绝对可视 所以无论何种名文 总不免有搏击的余地 并且议论原是假定有敌论者存在 否则已用不到议论 从这一点说 议论文可以说是广义的搏论了 金箍且就一般的所谓搏论 略数一二 一 寻求敌论的立脚点 要反驳敌论 自然以从要害搏击为最有效 所以寻求敌论的立脚点是第一步功夫 对于敌论应当找出它的主旨 就是根本的命题 其次要寻出它证明的根据和法式 演绎或归纳或类比 二 反驳的方法 对于敌论所用的正论的法式既已明了 只需检查它违反哪一种条件 但只是将正论推翻 不一定就能打倒敌论的根本命题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对于这命题的搏击 命题由性质上分 由肯定和否定两种 如本章第二节所说 若由分量上分 又有全称和特称两种 例如 上例在智上一、三是肯定 二、四是否定 所以从智和量上分 命题有四种 一、全称肯定 二、全称否定 三、特称肯定 四、特称否定 降智或量不同 而所含的概念相同的命题对正 称为对当 对当有各种形式 须于论理学中求知 现在只讲其中的一种矛盾对当 即全称肯定和特称否定 以及全称否定和特称肯定 矛盾对当的性质是此真则比伪 此伪则比真 因此对于敌论命题的攻击 这种方法最方便而有效 议论的命题应当是全称 若为特称 立论本已非常无力 所以 搏击敌论的全称命题 只需从他的矛盾对当的特称命题下手 因为证明特称命题 实教证明全称命题容易 例如 一、敌论 凡哺乳动物都住在路上 全称肯定 伯论 有哺乳动物经不住在路上 特称否定 二、敌论 白话不能打古书之意 全称否定 博论 有教师讲解时白话能打古书之意 特称肯定 上吏若博论成立 敌论当然被推翻 而博论都是特称 只要有一二立正就可成立 所以最方便而有效 注意 证明全称肯定或否定 以推翻特称否定或肯定 也是矛盾对当 但与做博论少有用处 所以不详细讲了 三、应注意的条件 做博论应注意的重要条件 有下列的三个 第一 误助长敌论的声势 敌论者如果是有声望的人 议论往往在一般人的心里有强固的印象 这时候务必设法使敌论的印象减轻 以便自己的议论容易透入人心 且不可助长敌手的声势 例如对某博士的文字做博论的时候 如果说 某君是个博士 是个大学教授 学问很渊博 他的议论 当然不是我们做中学生的所构得上批评的 不过 这就是不利于自己的议论 但是也不可因此而发些轻薄的议论去糟蹋对方 这是作者的人格问题 第二 误曲解敌论 博论是将自己对于敌论的反抗 公诉于一般的读者的文字 对于敌论必须不以恶意去曲解他 否则 无论怎样 不能中他的要害 并且不能得读者的同情 第三 博论的位置 最有力的博论最好放在中部 后半篇可用强有力的方法发挥自己的主张 使读者忘了所读的是博论 而信从自己的主张 以上所说的各项 并不是想取不正当的胜利 只是用来防不应当有的失败 千万不要误用 文章真要动人 非有好人格 好学问 做根据不可 仅从方法上着想 总是墨迹 因为所可讲得出的 不过是文章的规矩 而不是文章的技巧 练习 一是将读过的一篇议论文 分解他的论证法 二是就读过的一篇议论文做博议 第六章 小品文 第一节 小品文的意义 从外形的长短上说 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内的短文称为小品文 前几章所讲的记事、叙事、说明和议论等 是从文的内容性质上分的 长文和小品文只是由外形而定 因此 小品文的内容性质全然自由 可以叙事 可以议论 可以抒情 可以写情 毫不受何等的限制 小品文 我国古来早已有了 如东坡小品就很有名 普遍的所谓 随笔 也可看作小品文的一种 近来在各国 小品文更盛行 并且体材和我国的向来的所谓小品文大不相同 现在的所谓小品文实即sketch一语 大概都是以片段的文字表现感想或时生活的一部分的 例如 雪夜 从早晨就暗淡的天 一道夜就下了雪了 由窗戏钻入的寒气冷到彻骨 好像是什么妖魔用了冰冷的手来捉摸人的头颈似的 才将夜饭完展收拾好的母亲 在灯下又开始做针线 父亲呢 一心地看着新闻 范碧就睡了的小妹 好像是日间跑得太厉害了 时时在被窝里发出惊叫来 雪依然没有止 后园里好几次的有竹折断的声音 夜不觉深了 寒气渐渐加重 连远处传来的犬肺声 听去也觉得分外地带着寒森七青了 写警 红蜻蜓 就哭草原上卧了 把书翻开 忽然飞来了一个红蜻蜓 停在书页上面 头颖一动 就好像触怒了他的样子 即刻飞去了 飞也不远 仍旧回到原处 我既然不动地看他 尾巴缓缓地节节地动着 薄薄地两只一翅 尽量伸张 好像单夜式飞行机的样子 不时又闪转着那大而发光的眼睛 在晚秋的当午的强烈的日光中 红色的蜻蜓 看去却反觉有点寂寞 壮物 填叛 卷了在填叛作息 前面走过了穿着中学校制服的学生们 仔细一看 是K君与恩君 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 一臂走着 一臂高声地谈着 爱 爱 在小学校的时候 我比K君恩君成绩好得多 先生也说 我是有望的少年 只为了贫穷的缘故 就这样招婉 与田夫为伍 我难道竟已田夫过这一生吗 那未免太悲哀了 但是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我心如肺了 虽自己不愿哭 眼泪已流下夹上了 抒情 鸡 鸡告诉我们天地的觉醒 但所告诉的并不一定是光明 鸡的第一次开生 是夜的最黑暗的时候 鸡在深暗中叫 鸡是在深暗中叫的 议论感想 读者读了上面的例 当可明白小品文是怎样的东西了 小品文虽然也有独立制作的 其实多散见于长文中 有名的文学作品中含有小品文极多 几百页的长篇小说 也可看成小品文的连续 在近代作品中 果能截取 随处可得到很好的小品文范例 例如 风雨的强度渐渐地退减 不久就只剩了物样的非常美丽的细雨 云的弧线一点点地透升上去 长而且斜的日光 即落在地上了 从云的裂缝里 露出一条闭色的天空 这裂缝刺地展开 像个揭去面纱的样子 继而瞪进深壁的天空 就照住世界 新鲜的微风浮浮地吹着 好像地球的幸福的叹息 掠着诗语的小鸟的快乐的歌声 可从田野森林间听得 莫伯桑的一声 从黎明起 平常所没有的凝然而沉的浓雾 把一切接到毕住了 这虽若干地轻微透明 不至于全部看见东西 可是在雾中行走的人们 都已浸染着了那不安的暗黄色 女人脸上鲜活的红色以及动人目的衣服花样 都好像隔了一层黑的薄纱 在雾中有时茫然地暗 有时豁然地鲜明 南首天空 在文杖样的黑云里 藏着日角很低的十一月的太阳 比地上远来的明亮 北首则到处沉暗 好像低挂着大大的墓 下面昏黄而黑 雾像分辨不清 即同夜间一般 于这沉挚的背景中 模糊地浮出这薄暗的淡灰色的乌鱼 在秋天以早荒废了的某花园的门口竖着的两圆柱 看去晚上死人前面列着的一对的黄蜡烛 安德烈夫的悟 祖母死后数年 父母也都跟着坐了这墓中的人 到现在已经双几亿了 墓碑满了险胎 几乎看不出文字 虽漠然地立着不告诉我什么 但到此相对 不觉就如木剑木中人一样 他们生前的情形 都依依不可遏地奔到我心上来 祖母驮圆了被在炎下暴日的光景 父亲的江眼鼻并在一处打大喷嚏的神情 母亲着了围裙江洗衣服的样子 都显然地在我眼前浮出 洒然地风来了 树叶瑟瑟地作声 明知道只是树叶的声音 燃在我无余念的人的耳中 好像是有一种曾听见过的干皱的沙音 快活的高声 和低而陷弱的喉音 纷然合在一起 在那里忙说着什么似的 忽然间声音一停 以后就寄燃了 我的心也寄燃了 从这寄燃的心坎中忽然涌起了怀慕的心情 不觉眼中就寒了泪了 爱! 如果可以 我愿就这样到墓中去 不再反尘世了 二叶亭四迷地平凡 以上不过就近代外国文学作品中略举树立 这样好的小品文 在我国好的文学作品中当然也很不少 如《如林外史》中的《王冕放牛》 和《水浒传》中的《景阳刚》一段 都可作小品文读的 读者只要能留心 就可随处得着小品文的范例了 第二节 小品文在文章练习上的价值 小品文自身原有独立的价值 且不详论 练习小品文 对于作长文也很有帮助 就是可以增长关于作文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所以对于文章练习上 利益很多 资数一二余下 一 可谓作长文的准备 画家学画 须先从小不奋起 非能完全描一幕一旦的 绝不能画全幅的风景 非能完全写一手一足 绝不能画整个的人物 文章也是这样 不能做全部分的文字的 即使做了长篇的文字 也绝不会有可观的价值 所以 与其乱作无畏的长文 不如多做正确的小品文 换句话说 就是学文需从小品文入手 二 能多做 文有三多 多读 多做 多商量 这是学文者无可反对的条件 但长篇文字要多做 实不容易 小品文内容既自由 材料又随处可得 并且因字数很少 推敲 布局都比较容易 很便于多做 能多做 作文的能力就自然进步了 三 能养成观察力 小品文型既短小 当然不能容纳大的材料 因此 要做小品文 无论写情 写景 非注意到眼前事物的小部分 将它的特色生命来捕捉不可 这么一来 结果就可使观察力细密 而且锐敏 细密而且锐敏的观察力 实在是文人最重要条件之一 四 能使文字简洁 要做小品文 因它的字数有限 断用不着忧缓的笔法 非有恶药的手腕不可 所以 学习小品文 可以使文字简洁 初学作文 最普通的毛病是容慢 宽泛 因为初学者对于材料还没有选择取舍的能力 不容易得着要领的缘故 若做小品文 这毛病立即现出 渐渐自然会简洁起来 而对于材料也能精于选择取舍 这种工作 原是作文的第一步 也就是作文方法的一切 如果真能通达 已可算得有作文的能力了 五 能养成作文的性味 初学作文的人 往往因为做得不好 打断性味 而自觉失望 这是常见的事 长篇文字所需的材料既多 安排也不容易 初学的人 当然没有做得好的可能 屡做都不好 性味就因而萎缩了 小品文以日常生活为材料 并且是片段的收取 因而容易捕捉 材料既不复杂 安排也容易 即使做了不好 改做也不费事 为了这样 学作小品文既容易像文字 而很好的成绩偶然也可得着 作者的性味当然可以逐渐浓厚 学做小品文的好处如要细数 还不止此 但这已很足证明有学它的必要了 读者要学做文章吗? 先努力做小品文吧! 第三节 小品文练习的机会 小品文本随时可做 随地可做 不必再带特别机会 这里估计一二便于做小品文的机会余下 一、日记 日记因人的境遇、职业不同 种类当然很多 但大体可别为二种 一是指技术形式的 一是技术内面生活的 在普通人的日记中 两种时时相合 前者重事实方面 后者重心情方面 例如 晨午时起 到后园散步 早善后赴学校 授课三小时 傍晚反育 盖斯君来谈某事 夜接N字户来信 灯下作复书 月新到杂志 时时就寝 数日来的苦闷 依然无法自解 来课不少 可是都没有兴高采烈地接待他们 课散以后 一味只是懊恼 恨不得将案上的东西 治个粉碎 天一夜 就蒙被睡了 上面二例 前者是以形式为本位的 后者是以心情为本位的 两者虽认人自由 没有限制 但为练习文章记 应当注意这两方面的调和 一味叔叔内心生活 虽嫌虚空 燃杖不适的事实的排列 也实在没有趣味 因此 最好的日记是于技术事实之中 可以表现心情的做法 请看下例 昨晚只比到一点钟 起来觉得有点倦屑 天仍寒雨 窗外桃花却开了 H.I.谈 知恩已病故 不胜无常之感 忽然间N的往事 就成了全家谈话的材料了 下午到校授课 也仍意爱的教育 只成千百字 上吏虽不甚佳 然可视为两方调和的一例 我国古来 日记中很有可截取的文字 暗头现有 赴唐日记 摘录一节如下 机遇寻日 夜见新月徘徊亭街 方喜情 而处润如汉 与亦未已 二更蒙雨 少选是衰 枕上月红北江一离日记 天山刻画中眷 睡方憨 闻空楼雨声密洒 亭雷如百万军声 急起 以床屋漏矣 两吹许时 雷雨使息 重斩亲枕 以黎明 使洪先生出关 车行三四十里时也 这是清人谈赴唐日记的一节 可以做小品文读的 笔法虽与现代的不和 但对于时生活的忠实的玩味力和表现力 是可以违法的 一个人每日的生活必有几时可记的 一日的日记 如果分析起来 使有几个独立的小品文可成 通常日记不必使每一事实都成小品文 只要使一日的日记 全体为一小品文 或于其中含一小品文就够了 上例就是于一日的日记中含一小品文的 日记的价值可说的很多 练习文章也是价值之一 因为日记是时生活的记录 日记的文字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成套 要做好日记 非体会淫味时生活不可 所以从日记去学小品文是很适当的 二、书闸 书闸与普通文字进入不同 尽有能做普通文字而不能做书闸的 书闸有实用与非实用的二种 实用的书闸普通都是随笔写成 不加功夫 至于非实用的 则非有练习功夫的人是不能做的 日常的书闸中往往含有着实用的与非实用的两方面 例如做书托有人介绍医生 而复述自己病床的景况 前者是实用的 后者是非实用的 又如做书约有人来游 而叙述所在地的景物 前者是实用的 后者是非实用的 讲到趣味 做书闸比做日记更多 因为日记是读语 而书闸却是对话了 只有把他的生活情况来报之我们的书闸 我们都非常乐读 我们能于书闸中表现我们的生活 使朋友晓得 他们将怎样的欢喜呢? 我国古来书闸中 家里很多 自随路依二为例 谋起 两日即有增无减 虽千闸外 风气烧轻 但须乏尔 儿子何处得宝月官父 朗然颂之 老夫卧听未办 悦然而起 恨二十年相从 知元章不尽 若此父当过古人 不论今是也 天下岂常如我被奋奋耶 公不久当自有大名 不老我被说也 愿遇与公谈 则实未能 想当后数日耶 苏东坡 于米元章 某道黄题 文宫初五日变发 由信阳路复官 然树日如有所失也 欲遍归黄州 又雨雪见座 向僧房申明窗下庸树快热叹 读前汉书 立太子传赞 深爱之 反复蜀变 之般梦间非庸人也 方感叹而公书适至 意识豁然 烧情暖 当阳帆江上 放舟还黄也 苏东坡 于李公泽 亭前小梅树珠 绿衣宿庄 捐好如汉宫人 幽斋无事 竟对妄言 祸时遗书银涌其下 攀条摇曳 暗香入怀 每当汇丰东来 漂浮金秀 意其清芬 宛然如见故人 今虽非穷岁玉 点点青苔 燃片光辜影 读仿佛缭绕左右 唐能诚信而来 寻言一锁 便可供淫楚仙 供昭落梅魂也 汤复营与尤展成 尚所举的力虽与现代文体不同 然都能表示时生活 不止简单的排列要事 很能使寿书的爱读 而且读了增加不少的兴趣 由此可知 要做好书闸 非加入时生活的背景不可 若不将时生活做背景 文字就不能动人 是比较下二例 假 昨日在某处遇见H君 知S君即将于下星期内赴英伦 我和H应于明晚在某处设宴践行 特写信约你 请借期预会 一、昨日在某处遇见H君 指S君即将于下星期内赴英伦 S君的要赴英留学 原是早有所闻的 却不料别离有这样快 寥寥的蓬背中暂时将又少一人了 已和H约定 明晚在某处设宴践行 特写信给你 请借期预会 与离别以前 大家在依亲S君的快活的面影 画一番小学时代的旧事吧 这是编者漫然作成的例 假和乙相较 假是支烈事实 乙是坚恕生活和心情 乙叫假有情趣 读了字可了解了吧 书闸中能坚恕生活情趣 就能不呆滞而饶兴慰 这不但在本文中如此 随处都是这样 举一例说 即如署名下的月日就可有各种计法 某月某日 某月某日灯下 某月某日游山归来 某月某夜蟋蟀生中 这些计法 后面的比前面的 趣味就有多少的分别 这里所应注意的 就是要真实无事 若专习套语 图是修事 是毫无用处的 只要能表现实生活 就可以使读者引起情趣 若图把古人或金人的美词例句来套习 就要成呆板讨厌的文字了 就是书简中很多这种毛病 不可不知 第四节 小品文做法上的注意 着眼细处 小品文是技术时生活的一部分的东西 以描写部分为目的 要写全体的事项 当然不是小品文所能胜任的 所以 做小品文必须注目于事物的细处 就极为细极琐碎的部分发建材料 习做小品文所以能使人的观察精细锐敏 原因就在这一点 试看夏丽 下临云一团 游膝上升 飞过月下 即映成五色 到紫色圆边 才乃消灭 团的月旋在天心 佼佼的荧光 笼罩着平和的孤村 四边已静寂了 地底下潜藏的液气 像个呼吸似的从脚下冲发上来 月夜 已一到半夜 照例就醒 醒了不觉就悄然 窗外有虫叫着 滴滴滴颤动地叫着 仔细一听 就是每夜叫的那个虫 我不知于什么时候哭了 滴滴滴颤动地哭了 忽而知道 这哭的不是我 仍是那个虫 虫生 上二粒都是苗写秋叶的 亦以月为题 亦以虫生为题 亦以景色为主 亦以作者的心情为主 去向不同 好坏虽难比较 燃秋叶的情调 二者中 何者比较的能表示出来呢? 不用说 后者胜于前者了 这个原因 由于 假 亦以短小的文字写繁复而大的景物 亦却只写重生 一个重生的缘故 亦在一小文中便写一切 结果必至失败 初学者做春日有某山计 往往将上午某时出门 徒遇某友 由何处上山 在何处休息 何处午餐 由某寺某洞 某时下山 怎样回家等 一一列举于短小的文字中 结果变成了一篇版本的形式帐簿 当然没有什么趣味可得的 不但描写景物是这样 即在抒情文、感想文、议论文中 也是如此 小品文的材料 与其取偶系统的整个的 不如取偶发的、断片的 例如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去处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崔户的诗 所以读了能使人感动 全在他能触悟心感 把偶发的断片的材料来活写的缘故 如果平铺叙述 把一切事件都说到 就成了催护某处人 一日在某处寓一女郎 样的一篇东西 使人毒了 最多也不过得着哦 有这么一回事的感觉罢了 就事件的全体来做小品文的材料 结果只能得到点轮廓 不能得其内容 用辟语来说 轮廓的文字好像地图 是不能作为艺术品的 我们要做绘画样的文字 不需要地图式的文字 因为从绘画上才有情趣可得 从地图上是不能得到的 从许多断片的部分的材料中 选出最可寄托情感的一点 拿来描写 这是做小品文的秘诀 好像打仗 要用少数的兵去抵御大敌的时候 应该集中兵力 直冲要害 若用包围式的攻占法 就要失败的 第五节 小品文做法上的注意 印象的 精细的部分的描写 剩余粗略的全体的叙述和说明 这是从前节已可知道的 那么 什么叫做描写呢? 描写是照了事项把它来从底端献出的意思 和绘画所用的意义相同 说明固然不是描写 叙述也不是描写 就是文章中说明和叙述的分子很多 近来的文章 除了批评文感想文等以外 差不多都以描写的态度出之了 《我国古来纯文学》作品中很有描写加厉 随路依二 读者当能了解描写的态度 山色道亲西影 一路随孤挺 扬移桃源亦故人 寒风吹水 微波昼作于林起 照宽简字木兰令 仰视浮云池 掩护互相鱼 李玲与苏武 挟日坠 荒山云黑天垂暮 十见空中一雁来 冷入残炉去 蒋棉补算子 于上列个例 读者对于他们观察事物的精敏 大约佩服了吧 简单点说 描写就是观察的表出 不会观察事物的人 是断不能描写的 前杰所说的 宁做小部分的描写 不可做全体的叙述和说明 换句话说 就是要描写的 不可是叙述的说明的 因为短小的文字中 若要装载整个的有系统的材料 必滞留于说明叙述 结果便只存了轮廓 而使内容完全空虚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 所谓描写的就是印象的的意思 我们与事物相对时 心情中必有一种反应或感觉 这普通称为印象 描写是照了所观察的事项如实写出 就是要把印象写出 所以如果是描写的文字 必会成印象的文字 上面所举的描写诸例 都是印象的 都能将自己对于事物所得的印象 传给读者 将自己所得的印象 不加解释说明直线出来 使读者也得着同样的印象 这叫做印象的 试看下例 甲才开窗 湿而且重的温风急吹来 花坛的花枝都带着水珠 蔷薇已落了许多 有几半还乱落在花坛外 沾着些泥土了 有野湿的雨 还丝丝的亮晶晶地从眼口挂下 罗岩山山腰椅上 无声地放着破续湿的云 千样的湿烟 滴滴地笼罩湖水 一切都沉滞得如在水银中一样 时雨的早晨 一起来正六时 天还未晴 开窗一看 湿而且重的温风就迎面吹来 花坛的花枝上都带着水珠 直到昨夜大雨 蔷薇已落了许多 这蔷薇是今年正月里亲自种的 前天才开 不料就落了 有几半还乱落在花坛外 沾着些泥土 这大约是昨夜风大的缘故吧 有野湿的雨 丝丝的亮晶晶地 从眼口挂下 不从眼口去看 却看不出 罗岩山山腰椅上放着破续式的云 天孔一时不会晴呢 千样的湿烟 滴滴地笼罩湖水 一切沉滞得如在水银中一样 爱 真令人闷极了 上面二粒 甲 只树木剑的光景 一 则余树光景以外 又加入作者自己的解释或说明 读者读了 不消说是取前者不取后者的吧 因为前者比较的能把印象传给读者 且所传给于读者的只有印象 所以 读了容易感染 至于后者则像以尊尊的态度叫使读者一样 读者读了狠敢着不自由 且因所传给于读者的不止印象 夹杂着许多不相干的东西 所以 印象也就不能分明地传给读者了 我国就是文字中往往以作者自己的态度 强迫读者起同感 如叙述一杯事 结尾必用 呜呼 岂不悲哉 叙述一乐事 必要带可谓乐事 也已之类 其实这是强迫读者的无理的态度 悲不悲 乐不乐 读者自会感受 何必尊尊然教会人家呢 描写 描写 部分的精细的分解 剩余全体的叙述和说明 再进一步说 要印象的描写 第六节 小品文做法上的注意 暗示的 前节的所谓部分的描写 并非一定主张绝对的描写一部分 目的是要从部分使人仿佛全体 既然能印象地描写 把部分的印象传给别人 全体的影子必然在其中含着 所以必能将全体的光景暗示读者 说明的文字亦限于轮廓的 范围常有一定 文字就往往无余情 可得 描写的文字部分虽小 范围却无限制 可以暗示种种复杂的情景于读者 所以数千字的说明、叙述的文字 有时效力反不及百字内外的描写的文字 小品文的价值大半在此 如果部分的描写 只能收得部分的效果 那就不是好文字 在这个意义上 小品文员比别的长文来得难做 据说 法国雕刻家罗丹雕刻一胸像的时候 先做一拳像 完成了再截取手足 而只留下胸部以上的部分 做小品文也非用这样的态度不可 不要说明的和叙述的 要描写的 要印象的 暗示的 其实这许多话的根本完全相同 说明和叙述必无余情 能描写 自然会成印象的 同时也自然是暗示的了 试看夏立 林家的事述 今年又接了许多的诗了 这家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 去年这时候 他爬上树去摘那柿子 不小心翻下来了 他哭得不得了 他的父母赶快将他送到医院里去 结果 左手带了残疾了 他垂下了左手走过这树旁的时候 总恨恨地对着树看的 真可怜呢 是树 这里彻头彻尾是叙述的 说明的 并无趣味 也没有余情 使人独了 不过得着一个大概的轮廓 除了说一句原来如此以外 并不会起何等的心情 是在看夏立 进地的孩子们笑着喊着 忘了一切捉着迷藏 从折手以后 就失了大将地位的方哥 悄然地在他自己门口徘徊 恨恨地对着那是树的弯曲的枝叉 他是因从这树上翻下 成了一声不可回复的残疾的 圆圆的月亮 从是树的弯曲的枝叉旁上来了 月亮弯弯 方哥用眼角瞟试着在狂耍的绸瓣 一面大声地唱了起来 眼泪忽然含不住了 这里和钱力面目就大意 方哥的悲哀 以及好胜的性格 将来的孕命等等 都可在此表露 是有余情 有个性的文字 钱力是事情的全体 后力却只是一瞬间的光景 而效力上 后者反胜于前者 可知部分的印象的描写 可以暗示全体 钱力是地图式的文字 后力却是绘画式的文字 用了部分去暗示全体 才会有余情 在这里 可以觉悟小品文并不是容易做的 所得部分 要有全体做背景才可以 并且 部分与背景的中间 最好要有有机的不可分的关系存在 譬如水上浮着的灵 虽只现一小部分的花叶 但水中却有很繁复的部分 潜藏着 而水中潜藏着的繁复的部分 和水上所献出的简单的部分 还有着不可分的有机的关系 暗示是小品文的生命 但所谓暗示可分两部分来看 一是笔法的暗示 一是材料的暗示 前者比较容易 后者实在很难 如能用暗示的笔法去描写暗示的材料 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前面所举的崔护的诗 其好处全在他能用暗示的笔法 去描写暗示的材料 第七节 小品文做法上的注意 忠心 前面曾说 小品文好像以寡兵底大敌 非集中兵力 直冲要害不可 又说 如果取整个的多数的材料 不如细密写少数的部分的材料 这里所谓忠心 也就是这种态度的别异方面 所谓忠心 就是统一的意思 小品文字数不多 如果再散漫无统一 必至减少效用 没有可以逼人的能力 试看夏丽 仍不到六十就起来了 音寻惯了的我 这几天居然把贪睡的饿皮矫正 足见世间没有什么难事 最要紧的就是克己 克己 克己 孝忠先生所带讲的 克己二字的价值 到金方才了解 惯喜以后 散步校园 昨夜心情的天 又下起雨来 满想趁今日星期天出外游耍 现在看去 只好闷居在校里了 不如意事长八九 时间大概如此吧 昭晨 上历前后二段间并无何等的联络 所说的全是截然不同的事 就是无中心 无统一的文字 令人读了以后 不能得着整个的情味 这样的时候 倒不如把两种材料分作成两篇小品文 没有中心 文字就要散漫无统一 散漫无统一的文字断不能动人 但所谓中心 不是一定限于事项的统一 事项虽不前后联络 只要情调心情上能统一时 仍不实为有中心的文字 例如 专写西湖的早景 是统一的 但于一短文中如果兼写西湖的早景 夜景 雨景 而却能表出西湖风景的情调 地方色时 仍不实为有统一有中心的文字 是在看夏丽 狗叫过好几次了 附近还没有回来 在阳灯旁缝着衣服的母亲 渐渐把真的运动宽松 手中的布也自地流到桌上去了 邻家很远 大哥昨日到上海做学徒去了 窗外的风声 犬声 壁上的时钟声 以及母亲的轻微的鼻息声 都觉得使我赶着说不出的寂寥 狗又叫进来了 母亲很无力地张开眼来 好像吃了一惊了似的 仍旧提起了咒罗罗布来 一针一针地缝着 夜不觉深了 夜 上吏材料上并不统一 竟有前后无关系的事项 但情调却并不散漫 独了可以使人得着一个整个的 寂寞无聊的感情 这就是以情调心情为中心的文字 从此可知文字不可无中心 这中心用事项来做 或是用情调来做 是不必限定的 只要不是杂错的文字 大概自然都有中心可说 因为我们要忠实地写一事实或一情调时 绝不至于说东扯西 弄成无统一的文字的 第八节 小品文做法上的注意 机制 小品文如骑兵 平板的笔法断难至胜 非有机制不可 我们观察事物 有正面观察和侧面观察二种 正面观察每多平板 常不及侧面观察的来得容易动人 因为正面的部分是大家都知道的 侧面的部分往往为人所不顾及的 能将人所忽略的部分从事观察 文字就容易奇景 而表现也容易成功 相传有一画师 出了一个花衬马蹄香的话题 叫许多学生各画一幅 大多数的学生都从题目的正面着想 画了许多落花 上面再画一个骑马扬颠的人 这是何等的杀风景呢? 有一个聪明学生 却不画一片的花瓣 只画一匹马 另外加上许多只随马蹄飞的蝴蝶 画师非常赞许 这是侧面观察成功的一例 侧面观察就是于事物的普通光景以外 再去找出常人心中所无而实际却有的光景来 这虽有赖于观察力的周到 但基本却在机制的活动 凡是事物 无论如何细小 要想用文字把它表现静静 究竟是不可能的事 用文字表现 要能使人读了如木剑身历 收得印象 全在一二关于某事物的特色 只要是特色 虽很小很微 也足暗示某事物的全体 例如 梅雨时候 要描写这梅雨天的光景 如果用平板正面的观察的方法来写 不知要用多少字才能写出其实无论多少字 也写不完全的 在这时候 假使有人把珠网详细观察 发现物样的细雨 把珠网伸成白色的一种特别的光景 把这不大惊人意的材料和别的事情景况写入文字中 紧着小小的材料 一足暗示梅雨天了 是在看下列个句 一、正五的太阳 照得山边的路闪闪地发白光 山脚大松树的树身上流着黄白色的枝浆 蜀骤 二、日光在窗纸上微微地摇动 落叶掠下来在窗影上画了很粗的黑线 初冬晴日 上二粒都是侧面描写 并不琐碎地把蜀日或初冬的光景来说 而蜀日或初冬的光景却已活现了 以上是从机制的一方面的说明 机制还可从别一方面说 就是文字有精彩的部分 和平常的部分可区别 文字坏的 或者是句句都坏 文字好的 却不是句句都好 一篇文中 有几句甚或只有一句好的 有几句平常的 在好的文字中 这好的几句的位置 常配得很适当 在平常的文字中 加入几句使成好文字 这种能力是做文者大概必须的 特别地在做小品文时 这能力格外重要 在小品文中 要有用一句使全体振起的能力才好 试看夏丽 弱小的橘颗花开出来使人全不惊异 却颤颤地冷冷地铺满了亭街 无力地挽扬 照在那些花的上面 着实有些而含义 原来秋已来了 叶绍君母 这文墨句是使全体统一收束的 在文中很有力量 如果没有墨一句 文字就要没有统一 没有余情了 又如 正坐在椅子上送读英文 忽然一个文字来到脚膝下 被他一刺 我身一惊觉得很难忍急去拍时 已经飞去了 没有多少时候 仍旧飞进我身边 做嗡嗡的叫声 我静静地等他来 果真他回到原处 他伸直了脚 用口管刺入我的皮肤 两翼向上而平 好像在那里用着他的全腹精神似的 我拍死了他 那掌上沾湿了的血水 使我感得复仇的愉快 和对于生命的怜悯 某军文 这篇所以还算好的 关系全在墨一句 如没有墨一句 全体就没了意义 以上二例都是以墨一句 使全文振起的 其实有力的句子 并不一定限于放在墨了 以上虽就描写文而说 其实所谓侧面观察 所谓一句使全文振起 不单限于描写文 在议论 感想等类的文字中 也很必要 在议论文感想文中 所谓警句者 大都是侧面观察成功的 有振起全文的能力的 例如 戏子们何等幸福啊 他们自己随意选择了半座喜剧 或半座悲剧 要苦就苦 要乐就乐 要笑就笑 要哭就哭 在实生活上 却不能这样 大抵的男女都被强迫了 做着自己所不愿做的角色 这个世界是舞台 却没有好戏 王尔德 一日一日的过去 无论哪一日 差不多都是空虚 厌倦 无聊 再后也不留什么的痕迹 一日一日地过去 这些时间 原始是无意味无质的东西 然而人总希望共同生存 他们赞美人生 他们将希望摆在人生上面 自己上面 即将来上面 啊 他们在将来上面 期待着怎样的幸福啊 那么 为什么 他们认作来日 不像正在过着的今日一样呢 不 他们并未想过这样的事 他们全部习想 他们只是一日一日地过去 啊 明日 明日 他们只是这样自卫 直到 明日将他们投入坟墓中去为止 可是 一等入了坟墓 他们也就早已不想了 图格涅夫 上二例都是名文 寥寥树言中 实以喝破真理的一面 其墨具都很有力 使人 读了怒也不是 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 不知如何才好 又本章第一节所举的基 差不多全体是景句 可以参照 第九节 实际坐立和天靴 一 第一步 文有用了想象作的 如冒险小说之类 其中所描写的都非作者目见亲历之境 只是想象的产物 就是普通文字中 也不无想象的分子夹杂 但初学的人用想象作文 实不如从观察作文稳当 观察第一要件在真实 观察力若尚未养成 所想象的也难免不合实际 如画家然 必先从摩写食物 人体入手 熟悉各种形态 骨骼 筋肉的变化 然后可从事创作 但是眼前的材料很多 从哪里观察起呢? 这本不成问题 所以发生这一问时 由于着手就想创作名文的缘故 老实说 名文并不是一蹴可就的 在初时 最好就部分的平凡事物中 搜集材料 逐渐制作 渐渐地自会熟达 沉浸于名文的文字 文字的好坏 本不在材料的性质 而在表现的技能 扇烹调地 无论用了怎样平常的原料 也能做出可口的谣转来 世上森罗万象 一入能文者的笔端 就都成了好文章了 由材料到成文字 无论什么材料都可用 只要仔细观察了 把它写出来就成文字 这样说法 做文不是很容易的吗 其实这是大大的难事 写出原是容易 但要将自己所观察得的一样 传给别人 使别人也起同样的心情 这却很难 并且不如此 文字就没了意义了 现在试试一二作例吧 假定我们观察春日的田野 在笔记本上 得到下列的材料 一 草轻轻地长着 草上有两个蝴蝶 在那里翩翩飞舞 一个是黄蝴蝶 一个是白蝴蝶 二 小川潺潺流着 水面被日光反射成银白色 三 远远的树林晕成紫色 其上飘着蓬蓬的白云 四 两个老鹰在空中回旋 不时落尽到地面来 五 温风吹在身上 日光照在头上 极草做了 竟想睡去 我不禁历了唱起歌来了 材料有了 更要把这材料连缀起来成为文字 那么怎样连缀呢 先就全体材料的性质考察 草 蝴蝶 小川 树林 云 老鹰 温风 日光 这里面 树林和云是远景 老鹰也比较的不近 草 蝴蝶 小川 是最和作者相近的 照普通的顺序 先说近的 后说远的 原来的排列 似乎也没大错 但一 原形连坠拢来 究竟不成文章 第一 结合不稳 第二 词句未尽 一 句虽明了 但是不干净 多容词 草 草上 两个蝴蝶 黄蝴蝶 白蝴蝶 相同的名词叠出 文具不好 应改靴如下 轻轻的草上 有黄白二蝶翩翩飞舞 这样就够了 二 没有什么可删 圆形也可用 不过突然与一连结 文有点不合拍 如果加入一句草的近处 连接起来就不突兀 并且景色也较能表出 其次是三和四了 这二者要互一顺序 景物才能统一 为了与上文连接及表出春日的心情起见 上加一句抬起眷言仰望 更得情味 其余一仍其咎 将全体连坠起来如下 轻轻的草上 有黄白二蝶翩翩飞舞 草的近处 小川潺潺流着 水面被日光反射成银白色 抬起眷言仰望 两个老鹰在空中回旋 不时落尽在地面来 远处的树林晕成紫色 其上飘着蓬蓬的白云 温风吹在身上 日光照在头上 极草做了 净想睡去 我不经历了唱起歌来了 这样 文虽不恭 但凡此已去 连接也无大病 春夜的景色 春日的情感 已能表出若干了 再是一例吧 假如有这样的一篇学生日记 某月日 星期 早晨 近处有一小孩被车子碾伤 门前大喧扰 我只在窗口望了一望 不忍进士 后来知道 这受伤的小孩 是某家的独子 送入病院以后 急受手术 但愿能就医好 正预袭着明日的功课 李军来了 乃相语共同预袭 所预袭的是英语 二人彼此猜测先生的发问 不觉都皱了眉 午餐与李军谈笑共识 午后到李军家 是他家有亲戚来 李军很忙 我就回来了 傍晚无事 灯下继续遇袭 翻阅小说 至敲十一点钟 是惊觉就寝 先就第一节看 所记的是偶发事项 与自己无直接关系 似乎是可记可不记的材料 如果要记应只用简洁的词句 不应这样冗长 可改靴如下 早晨 有一个小孩在门口被车子碾伤 附近大喧扰 听说就送入医院去了 这样一够 再改做如下 则更好 早晨 有一个小孩在门口被车子碾伤 为之创然 为之创然这是感情的语句 加入了可以表出当时的心情 这种表示感情的语句 要简尽有余情 能含蓄丰富才好 再检查第二节 这节中末句 皱了眉 很好 但开端太荣智 已改消如下 正遇袭明日的英语 李军来了 乃相与共同遇袭 彼此猜测先生的发问 不觉皱了眉 原文 遇袭两件 所遇袭的是英文 是无谓的说明 改做如上 就比较妥当了 第三节无病 第四节他家有亲戚来云云 也与自己无关系 可省略 敢如下 午后阴诵李军 顺便移到他家就归 第五节的傍晚无事全是废话 无事 无事就是了 何必声名呢 当全山 第六节无病 末句能表出情味 不失为家句 第十节 分段与选题 一文的分段 文字的分段和句斗性质一样 同是表示趋化的 最小的趋化是斗 其次是句 再其次是断 有时还有空一行令写 表示笔段更大的趋化的 分段不但使文字易读 且使文字有序不稳 分段有长有短 原是人儿不同 但大体也有一定的标准 就是要每段自成一段落 用前节的力来说 轻轻的草上 有黄白二蝶翩翩飞舞 草的近处 小川潺潺流着 水面被日光反射成银白色 抬起眷眼仰望 两个老鹰在空中回旋 不时落尽在地面上来 远处的树林 其上飘着蓬蓬的白云 温风吹在身上 日光照在头上 极草做了 净想睡去 我不经历了唱起歌来了 这文是分作三段写成的 第一段着眼近处 第二段着眼远处 两不相同 所以换行另写 第三段 使心情的书数和前二段叙述事物的又不同 所以再别作一段 换一着眼点 就把文字分段 这是普通的标准 所要注意的就是标准 只是相机而定的 例如上文第一段所包含的事物有草 蝶 小川三项 如果在全文描写精细 不这样简单的时候 那么由草而蝶 由蝶而小川 都可说是着眼点的更换 就都应分段了 下面二段也是这样 上文所以合为一段 一因文字简单 二因所写的都是禁警的缘故 分段 还有把每段特别提出的意思 能使分出的文字增加强度 有时 往往因为要想使某文具增加强度 特意分行写列的 试看夏丽 K君从车窗探出头来说 再会 我也说了一声 再会 不觉声音发颤了 K君也把眼圈红了起来 汽笛威吓似的一作声 车就开动 我目送那车的遗行 不久被树林遮阻 眼前只留着一片的野园 啊 K君终于去了 我不觉要哭起来了 这文末二句 原可并为一段的 却作二行写着 分段以后 语气加强 连全文都加了强度了 能适当分段 也是文章技巧之一 但需入情合理 不可无谓忘事 二 题的选择 文字中 有先有题目 后有文字的 有先有文字 后有题目的 就是文字往往先有题目 随题敷衍 其实 好的文字都是作者先有某种要写的事物或思想情感 如实写出 然后再加题目的 特别的在小品文应该如此 题目应随文的内容而定 字不容说 但陈府的题目不能令人注目 有时因题目陈府 使本文也惹了陈府的色彩 过于新奇呢 又一时读者读了本文失望 所以 题目非推敲 斟酌不可 举例来说 前节所列春日写景的文字 如果要定起题目来是很多的 春野 春景 游春 等等都可以 但我以为不如定为吉草来的切实而不落陈套 在小品文中 文字需苦心制作 题目也需苦心制作 提得好坏 有时竟有关于文的死活 竟有文字普通 因了题目的技巧 就生出生气来的 今天母鸡又领了一群小鸡到离外来了 其中最弱的一只 赶不上其余的 只是狼当地在后跟着 忽然发出异常的叫声 挣扎飞奔 原来后面来了一只小狗 母鸡回奔过来 绕在那小鸡后面 向小狗坐着怒视 小鸡快活地奔进兄弟旁边去 小狗涉于母鸡的威势 也就逃走了 轻 这文材料很普通 文字也没有十分大了不得 但亲恩这题目时有非常地技巧 因了题目好的缘故 平凡的本文也成了奇景了 这是用题目来振起全文的一粒 附录 作文的基本的态度 我曾看了不少关于文章做法的书籍 觉得普通的文章 其好坏大部分和态度问题有关 只要能了解文章的态度 文章就自然会好 至少可以不治十分不好 古今能文的人 他们对于文章法觉各有各的说法 一个说这样 一个说那样 但是千言万语 都不外乎以读者为对象 勿使读者不觉苦痛厌倦 而得趣味快乐 所谓要有秩序 要明唱 要有利等等 无非都是想适应读者的心情 因为离了读者 就可不必有文章的 要是文章能适合读者的心情 技巧的研究源是必要 态度的注意却比技巧更加要紧 技巧属于积极的修辞 大部分有赖于天分和学历 态度是修辞的消极的方面 诠释情理范围中的事 人人可以学得的 要学文章 我以为初步先须认定作文的态度 作文的态度就是文章的ABC 初中的学生 有的文字已过得去 有的还不大好 现在作文用语题 只要学过了语法的 语句上的毛病 当然不大会有 而平日文题 又很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何以还有许多的毛病呢 我以为毛病都是由态度不对来的 态度不对 无论加了什么修饰或技巧 文字也不能像样 反觉讨厌 好像五官不正的人擦上了许多脂粉似的 文章的态度可以分六种来说 我们执笔为文的时候 可以发生六个问题 1.为什么要做这文?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 3.谁在做这文? 4.在什么地方做这文? 5.在什么时候做这文? 6.怎样做这文? 用英语来说 就是why? what?who?where?when?how? 六字可以称为6w 现在是逐条说数 1.为什么要做这文? 这就是所以要做这文的目的 例如 这文是做了给人看的呢? 还是自己记着备忘的? 是做了劝化人的呢? 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的意见? 或是和人辩论的? 是但求实用的呢? 还是想使人见了快乐、感得趣味的? 是试验的答案呢? 还是普通的论文? 诸如此类 目的可各式各样 因了目的如何? 做法当然不能疑虑 普通论文中很细密的文字 当作试验答案就容所讨厌了 见了使人感得趣味快乐的美文 用之于实用就觉得不变了 周子的爱莲说 拿到植物学中取当关于说明莲的一节 学生就要莫名其妙了 所取的题目虽同 文字依目的而异 认定了目的 依了目的下笔 才能大体不误 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 这是普通所谓提议 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 作文能把持中心思想 自然不会有题外之文 例如在主张男女同学的文字中 断用不着前道成男 坤道成女 男子三十而取 女子二十而嫁等类的废话 在技术风灾的文字 断不许有飓风生起的原因的科学的解释 我在某中学时 有一次入学试验 我出了一个作文题 元旦 有一个受试者开端说元旦就市正月一日 人民与此日大家休息游玩 等类的话 中间略数社会欢乐情形 结束又说 不知国已将亡 凡我血气青年快从今日元旦觉悟 等 这是全然忘了提议的例 三 谁在做这文 这是作者的地位问题 也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再换句话说 就是要问以何种资格向人说话 例如 现在大家同在一个学校里 假定这学校还没有高级中学 而大家都希望添办起来 将此希望的意思 大家做一篇文字 教师的文字 教师的文字与学生的文字 是应该不同的 校长如果也做一篇文字 与教师学生的义不相同 一般社会上的人 如果也提出文字来 更加各个不同 要点原是一致 而说话的态度、方法等等 却都不能不易的 同样 子对于父和父对于子不同 对一般人和对朋友不同 同是朋友之中 对新交又和对旧交不同 记得有一个笑话 有一学生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 我钱已用完 你快给我寄十元来 误误 父亲见信大怒 这就是误认了地位的毛病了 在什么地方做这文? 做这文的所在地也有认清的必要 或在乡村 或在都会 或在集会 如演说 或在外国 因了地方不同 态度也自虚有益 例如在集会中 应采眼前人人皆知的材料 在乡村应采乡村县城的事项 在国外 用外国语 在国内 应用本国语 除必不得已 须用外国元语者外 我们的father 你的wife之类 是怪难看难听的 在什么时候做这文? 这是自己的时代观念 须得认清的 做这文在前清 还是在民国成立以后? 这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但实际上还有人没了解 现在叹气早已用爱音了 有许多人还一定要用 呜呼、接呼 明明是总统 偏叫做元首 明明是都君 却自称江丽 往年 黎元红的电报 甚至于使人不懂 这不是时代错误是什么? 怎样做这文? 上面的五种态度都认清了 然后再想做文的方法 用普通文体呢? 还是用诗歌体? 简单好呢? 还是详细好? 直说呢? 还是晚说? 开端怎样说? 截末怎样说? 先说大纸 后说理由呢? 还是先说事实 后加断定 怎样才能使我的本纸显明? 怎样才能免掉别人的反驳? 关于此种等等 都需自己打算研究 以上六种 我以为是作文时所必须认清的态度 虽然很平凡 却必须知道 把它连接起来 就只是下面的一句话 谁对了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说什么话 如果所作的文字依照这里面的各项检查起来 都没有毛病可指 那就是好文字 至少不会成坏文字了 不但文字如此 语言也是这样 作文说话时 只要能够留心这6W 在语言文字上就可无大过了 论继续文中作者的地位并评现金小说界的文字 普通文字的体材 一般分为议论、说明、记事、叙事四种 这分类虽由于文字的表面的性质 其实内部还含有作者的态度上的不同 就是作者自己在文中献出、不献出的问题 在议论文中 所列的完全是作者对于某事物的判断 作者完全献出在文里 说明文 是以作者的见解来解释某事物的 作者也献出在文中 不过程度较差罢了 至于记事文与叙事文 乃如实记述事物的文字 态度纯属客观 作者在文字上无献出的必要 并且献出了反足以破坏本文的调子 因为继续文的使命 不再议论某事物的好坏 解释某事物的情形理由 乃在将作者对于某事物的经验如实赚给读者 使读者从文字上也得同样的印象 这时候作者所处的只是个媒介的地位 媒介虽有拉拢男女之功 然在已被拉拢的男女之间 却是大大的障碍物 非赶快躲避一旁不可的 在这里 恐怕有人要问 那么作者在记续文中不能发挥自己的人格个性了吗 我的回答很是简单 就是作者得因了文字暗示 他的人格个性 而在文字的形式上 绝不许露出自己的面目来 郑伯刻断于焉 孔子虽在刻字上表示许多深意 然在文字的形式上 除继续以外却不占着地位 河马的人格个性虽可从伊里约特或阿图西等作品中想象仿佛 但从文字的形式上却没有颤入着自己的解释或议论 除用了像上文所说的方法暗示作者的人格个性外 继续文中 实不容作者露出自己的面目 要露出自己的面目 非在本文以外令其炉灶不可 历史中的《太史公约》、《赞约》等于以下的文字 完全是议论性质 和《正文本记列传》中的文字意齐太多了的 继续文在文字的形式上要看不出有作者在 方能令人读了《如木剑深吏》 得到纯粹的印象 一经作者逐处加入说明或议论 就可减杀读者的趣味 其情形正如恋爱男女 永永情化着 媒介者突然露出面影来颤入障害一样 凡是好的继续文 大都是在形式上看不出有作者的 厨子登朝车 已望进军 子重使大载伯舟离世于王后 王曰 乘而左右 何也 约 赵军立也 接距于中军矣 约 何谋矣 张目矣 约 前补于先军矣 彻目矣 约 将发命矣 甚嚣且沉上矣 约 将赛景一造而为行矣 接成矣 左右执兵而下矣 约 听是矣 战乎 约 未可知也 成而左右接下矣 约 战倒也 这是左传中序燕灵之战的文字中的一节 可谓继续文中典型的文字 其所以为典型的 就在作者不露面目 能使读者恍如直接耳闻厨子与伯舟离的对话 古来所谓好的继续文中也有偶然于继续中突然加入说明的 但真是很少 并且也只一二沟 混入不多 例如 例如 向于本纪中 向王吉日阴流佩宫于尹 向王向伯东向座 亚赋南向座 亚赋者范增也 佩宫北向座 张良西向士 张寒令王离舍间为巨离 张寒均其难 驻永道而疏之力 沉于为江 江足数万人而均巨路之北 此所谓河北之君也 又如左传宣四年传 初若敖取于生斗薄彼 若敖足 从其母处于 淫于子之女生子闻焉 夫人使弃诸梦中 虎辱之 子田 使之 聚而归 夫人已告 遂使收之 楚人未如骨 未虎于兔顾命之曰 斗骨于兔 以其女妻薄彼 时曰令银子闻 上面括号内的句子 都与上下别的句子态度不同 别的是继续 括号内的却是作者加入的说明了 我对于这种句子 另有一个解释 以为不足为病 原来这种句子 如果在现在都是家住性质 应用括号或搭附标 列在本文以外 古人尚无这种便利的符号 所以混入正文罢了 试看 把上例括号中的句子扩出之后 上下文仍是衔接的 继续文应以不禄作者面目为正宗 从前流行的家序家义 纠数烂调 我国从来文人叙述意悲哀的事实 末尾常有呜呼悲矣的附加语 描写意难得的人物 往往用 呜呼 可以封以 煞脚 其实 这是作者对于读者的专制态度 作者的任务只要把是悲或可封的事实如实写出 传给读者就够 至于卑不卑 被封不被封 都属于读者的自由 不必用了尊尊教会的态度来强迫的 我喜读《孔雀东南飞》 但对于末尾的多谢后世人 借灾圣勿忘二句 常感不快 以为总是缺陷 不如没有了好 因为作者在这二句中突然伸出头来了 同是描写《兵祸》的诗 我喜读《杜甫》的识毫力 而不慎喜读《白乐天》的《心风折壁翁》 因为前者纯细继续性 后者的末尾一段 均不闻 开源宰相宋开府 不赏边弓防独武 又不闻 天保宰相杨国中 全球恩性立边弓 边弓为立人生怨 请问《心风折壁翁》 完全是作者自己在那里说话 突然露出了面目的 《心风折壁翁》是《心悦福》五十首之一 据白乐天自叙 这五十首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的 不用说 继续文中也有以作者自身为对象的 但这只限在文体自叙或第一人称的小说的时候 这时 作者完全与读者对面 作者就是文中的主人翁 一切都用了告语的态度写出 其情形与作者自己做了媒介传给外界某事物的光景于读者时 完全不同的 用主观的态度或第一人称到底 可以 用客观的态度或第三人称到底 也可以 所可非议的只是明明是客观的态度或第三人称的文字 突然作者伸出头来 把主观的或第一人称的态度夹杂进去 使文字失其统一 中国旧小说中 这种不统一之处很多 作者用了可以借乙、可以封乙的态度含着劝诚主义的不必说 即在文字的形式上 作者时时出头 先就小说文字的腔调看 有下面种种的立可指 却说 正是 为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人有诗约 或有诗为证 说时迟 那时快 闲言不表 且归正传 也是何当有识 这类词句都是作者的口气 就是作者在文中时时现出了 以上还不过就常用地腔调说 正文中同样的缺陷也几乎随处皆有 是以《红楼梦》为例 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 此回则暂不能协议 如今且说 林黛玉自在荣府 一来贾母万般怜爱 寝食起居易如宝玉 第五回 宝玉笑而不达 一竟同秦中上学去了 原来这一学也离家不远 元戏荡日十足所立 孔族中子弟有不能言诗者 急入此中读书 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 银梁以为族中高伙之费 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熟师 如今秦宝二人来了 一一地都互相拜见 读起书来 原来这学中虽多是本族子弟与些亲戚家子之 俗语说得好 一龙一种 种种个别 未免人多了 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 自秦宝二人来了 都生得花朵一般模样 第九回 金戎只顾得意乱说 却不妨还有别人 谁知 早又触怒了一个人 你道这人是谁 原来这人名唤甲强 一系甲府中之正派玄孙 同上 再以水浒为例 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金宝装了去 只是起不来 正不动 说不得 我且问你 这七人端的是谁 不是别人 原来正是巢盖 吴用 公孙盛 刘唐 三软这七个 恰才那个挑酒的汉子 便是白日数白盛 却怎样的用药? 原来挑酒上钢子时 两桶都是好酒 七个人先吃了一桶 刘唐接起桶盖 又兜了半条吃 故意要他们看着 只是叫人死心塌地 此后无用去松林里取出药来抖在桥里 只坐走来饶他酒吃 把桥去都食 要以脚在酒里 假意都半桥吃 那白圣劈手夺下 倾在桶里 这个便是计策 那计较都是无用主张 这个换做智取生辰纲 第十五回 那妇人回到家中 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 这条街上远近人家无有一人不知此事 却都怕据西门庆内司是个雕徒泼皮 谁肯来多管 常言道乐极生悲 匹极泰来 光阴迅速 前后又早四十余日 却说武松自从领了支线言语 第十五回 够了 不必多举了 把上面括号中的部分和不加括号的部分合读起来 很阻止人感到不调和的缺陷 我也认《红楼梦》与《水浒》是有价值的小说 但对于这样的笔法 总觉得有点不满 在近世别国的小说中是找不出这样的手法的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继续文的见解和对于旧文艺的不满的表示 以下是以这见地来评现在新作家的创作 在这里 我先要声明二是 一 我所评的不是作品全体 只是作品的形式部分 文字而已 二 我因无暇无钱 不能普遍地搜罗现今当世诸作家的作品来读 所经演的作品只是很有限的几篇 现今诸家的作品、手法上、体材上大家都以力求脱去旧套 模仿他国的了 但就我所见到的有限的若干作品中 似乎还有许多地方未能脱进旧室 有着我所谓不统一的瑕疵的 例如《鲁迅的风波》中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 摇着大芭蕉扇闲谈 孩子飞也似地跑 或者蹲在乌旧树下堵完石子 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 热蓬蓬冒烟 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 文豪见了大发失信 说 无思无虑 这真是田家乐呀 但文豪的话有点不合事实 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金老太们的话 这时候 九金老太正在大怒 又如玉达夫的沉沦中 第一高等学校将开学的时候 他的长兄接到了院长的命令 要他回去 他的长兄便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里 几天之后 他的长兄长嫂和他的新生的侄女 就回国去了 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里 有一班预备班 是为中国人特赦的 在这预科里 预备一年足业之后 才能入各地高等学校的政科 与日本学生同学 他考入预科的时候 本来填的是文科 后来将在预科足业的时候 他的长兄定要他改到一科去 他当时一没有什么主见 就听了长兄的话 把文科改了 在生活竞争不十分猛烈 逍遥自在 同中古时代一样的时候 在风气纯凉 不与市井小人同处 清闲哑淡的地方 过日子正如做梦一般 他到了恩氏之后 转瞬之间 已经有半载多了 又如叶绍军的潘先生在难中中 不知几多人心记着的来车居然到了 闷闷的一个车站就一变而为扰攘的境界 来客的安心 后客者的快意 以及脚夫的小小发财 我们且都不提 单讲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 他当火车没有驶进战场之先 早已调牌得十分周妥 他领头 右手提着黑皮包 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 七岁的孩子牵着他的哥哥 今年九岁 哥哥又牵着他的母亲 潘师母 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 这么牵着 手尾一气 犹如一条蛇 什么地方都好钻了 他又屡次叮嘱 教大家握得紧紧 切勿放手 尚恐大家忘了 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 意思是 教他把这个警告 打电报一般 一站一站地过去 手尾一气诚然不错 可是也不能全然没有弊端 火车将停时 所有的客人和东西 都要涌向车门 潘先生一家的一条蛇 是有点伟大不掉了 这都是第三人称的小说 而于中却加入着作者主观的议论或说明 就是作者忽然献出 文字在形式上施了统一 应认为手法上的不周到 需改善的 这种纹力 据我所见到的着实还不少 反正是同样的力 不多举它 此外 朱家的作品中 还有表面上四不犯上面所说的缺陷 而骨髓里 却含有同样不统一的毛病的 例如 冰心的超人中所列的厨房里 跑街的十二岁的孩子路儿在花篮中付给主人公和冰的信 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 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 桌子上都没有摆着花 这里有的是卖花的 不知道先生看见过没有 这篮子里的花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是我自己种的 真是香得很 我最爱它 我想先生也必是爱它 我早就要送给先生了 但是总没有机会 昨天听说先生要走了 所以赶紧送来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 然而 我有一个母亲 她因为爱我的缘故 也很感激先生 先生有母亲吗 她也是一定爱先生的 这样 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 所以先生必受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路儿寇上 孤物论贫苦的路儿能否十字写信 即使退若干不说 路儿曾十字能写信 但这样傲曲地论掉 究竟不是十二岁的小孩的笔端所能写得出的 奎诸情理书不可通 其病源完全与上述各例一样 是作者在作品中露出马脚来 不过一是病在表面 一是病在内部罢了 一不生的那拉中 哈尔茂称那拉为小鸟 为可爱的小松鼠 为可爱的云雀 马克斯诺尔道 马克斯诺尔道在辩制论中批评他说 这是银行经管 辩护士 同居八年了的丈夫 对于已经做了三个子女的母亲的妻所应有的口吻吗 套这口气 我对于上面的信 也要发同样的疑问 这信是厨房徒弟 十二岁的小孩所作的文字吗 张诗斋的《古文石壁》里说 文人故能文矣 文人所书之人 不必尽能文矣 叙事之文 作者之言矣矣 为文为智 为其所欲 其如其事而矣矣 既言之文 则非作者之言矣矣 为文为智 其余事如其人之多 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名将起于足武 一侠或奋驴言 言辞不必惊声 技术贵于晚宵 而是有作者 与此多不至私 是只为幽灵演句 这虽为古文而说 我以为实是普通技术文字应手的律令 上吏正犯了此律令 又有不但部分上态度不一致 全篇犯着不统一的毛病的 例如创造周报第十三期 全屏的呆子与俊杰 一里 要对于全篇加批评 应把原作全体抄录 为毕凡记 只得摘取开端和结尾 显出其全文形式上的态度 并且 我以为但看开端和结尾就够 因为已可看出全文形式上的口气了 原作开端一结识 当去年暑假到来的时候 我的乡人C君在平民教养院所获得的美缺 被他的友人H君占去了 结尾一结识 暑假到了 时时务的俊杰H君代替C君占了教养院的美缺了 不合时宜的呆子C君茫然地离开了教养院 绝无留恋 他把他曾进行的艰巨的交际工程 完全抛弃了 他开始了在俊杰的对面度 那寂寞孤独而被人讥讽的呆子的生涯 因为文字在叙述上是逆行的 所以 结尾仍旧说到开端所说的事情为止 详细请看原作 就这开端和结尾二节看 就可知道C君在文中是主人公 H君是副主人公 语气是第三人称的 以下就依了这些条件来加以批评 全篇称C君、H君 则作者立在旁面观察的地位可知 这文中的人名下加称呼 完全是普通称呼性质 和叶绍君的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性质不同 叶的潘先生已是专称 和通常称潘某某眉甚两压 这文里的称君纯粹只是普通称呼 依上面的立脚点说 原作中樊叙述主人宫内生活的处所 几乎全体发生冲突了 例如 大会早已散了 C君和H君并坐在一路电车中 他 满怀快乐 满脸高兴 满脸高兴是旁观者看得出的 至于满怀快乐 依上列的条件似乎是有点通不过去了 更有甚者 电车到了静安寺 他们俩走下车来 不行回去 途中 C君想 H君的话却有几分道理 试问 作者何以知道C君在想 在这样想呢 这样一一检查 几乎全篇各处都要逢到同类的困难了 我以为这困难完全在用了一君字的缘故 因为君字的背后露出有作者的地位的 原来在第三人称的小说作者的利点有三冒号 一是全知的试点 The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 二是制限的试点 The Limited Point of View 三是纯客观的试点 The Rigidly Restricted Point of View 在全知的试点中 作者好似全知全能的神 从天上注视下界 作品中一切人物的内心秘密无不知道 一般描写心理的小说 作者如果不完全立脚于这态度 就在情理上通不过去 制限的试点 是把全知的试点缩小范围 只在作品中一人物上 行使其全知的权利 凡借了作品中一人物主人公而叙述一切者皆是 纯客观的试点范围更狭 作者绝不自认有全知的权利 对于作品中人物淡取客观的态度而已 上吏既称C君 H君 当然是属第三的纯客观的试点的文字 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生活 实无知道的权利 若欲改为第一的全知的试点 或第二的限制的试点 则不应称君 但称C和H就是了 君的称呼 实是原文中致命的商点 以上是我因了个人的继续文的见解 对于现今小说界文字上的批评 论理我与纸摘 缺点以外 应在举国内或国外的小说中的正例来证明己说 但这有好几个难点 举全文呢 不但不胜其凡 且不知举谁的哪一篇好 举一节呢 又恐读者要发生以偏概全的怀疑 以为一节的无病 不能证明 全文的也都无病 不得已 只好不举了 据我个人所知 别国名小说中 是少见有这样不统一的文字的 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 传染语感于学生 无论如何设法 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 因了语法 作文法等的帮助 学生文字在结构上 形式上 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 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 这原是历来中学程度学生界的普通的现象 不但现在如此 为补救这简单空虚计 一般都奖励课外读书 或是在读法上多选内容充实的材料 我也曾如此行着 但结果 往往使学生图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识 思想欲无头绪 文字反义玄虚 我所见到的现象如此 恐怕一般的现象也难免如此吧 近来 我因无力多购买新书 拾取以前所以读 而且洗读的书卷反复重读 觉得对于义书 先后所受的印象不同 使信旧书 长颂出新意是真话 而在学生的教授上 也因此得了一种新的启示 以为一般学生头脑上的简单 空虚 或者可以用此救济若干的 我现在的见解以为 无论是语是句 凡是文字都不过是一种寄托某若干意义的符号 这符号因读者的经验能力的程度 感受不同 有的所感受的只是其百分之一二 有的或者能感受的更多一点 要能感受全体那是难有的事 普通学生在读解证课以及课外读书中 对于一句或一语的误解不必说了 即使正解 也绝非全解 其所感受到的程度必是很浅 收得既浅 所发表的也自然不能不简单空虚 这在学生实在是可同情的事 举例来说 空间 一语是到处常见的名词 但试问学生对于这名词的了解有多少的程度 这名词因了有天文学的常识与否 了解的程度大相径庭 光的速度 每秒行十八万里 有若干星辰 经过四千年 其所发的光还未到地球 试问在没有这天文学常识的学生 他们能如此了解这名词吗 在学生的心里 所谓空间 大概只认为是屋外仰视所及的地方吧 同样 立得一语在学生或只解作用手打人时的情形吧 美得一语在学生或只解作某种女人的面貌的状态吧 以上是旧知的方面说的 情的方面也是如此 我有一次曾以我的家庭为题 叫学生作文 学生所作的文字都是 我家在何处 有屋脊间 以何为业 共有人口若干等类的文具 而对于重要的个人特有的家庭情味 完全不能表现 原来 他们把家庭只解作一所屋里的一群人了 春 黄昏 故乡 母亲 夜 窗 灯 这是何等情味丰富 失去充益的语啊 而在可怜的学生心里 不知是怎样干燥无味杀风景的东西呢 不但国文科如此 其他如数学科中的所谓数和量 理科中的所谓率和现象 历史中的所谓因果和事实等等 何尝能使学生有充分的了解 要把一语的含义以及内容充分了解 这在言语的性质上 在人的能力上 原是万难做到的事 因为一事一物的内容本已无限 把这无限的内容用了一文字代替做符号 已是无可如何的办法 要想再从文字上去一样感受它的内容 不用说是至难之事 除了学生自己的经验及能力以外 什么讲解、说明、查字典都没有大用 夸张点说 这已入了言语道断的境地了 真的 要从文字去感受其所代表事物的全部内容 这是言语道断之境 在这绝对的境界上 可以说教师对于学生什么都无从帮助 因为教师自身也并未能全体感受任何一文字的内容 其实是坚决没有能全体感受任何一文字的内容的人 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之差罢了 数学者对于数理上的各余所感受的当然比普通人多 法律学者对于法律上的用语 其解释当然比普通人来的精密 一般做教师的 特别的是国文科教师 对于普通文字应该比学生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 换句话说 对于文字应有灵敏的感觉 姑且明智感觉为语感 在语感瑞敏的人的心里 赤不但只解作红色 也不但只解作皱的反对吧 田园不但只解作种菜的地方 春雨不但只解作春天的雨吧 见了心律二字就会感到希望焕然的造化之功 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情趣 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 寂寥等等说不尽的诗位吧 真的生活在此 真的文学也在此 自己努力修养 对于文字 在知的方面 情的方面 各具有强烈瑞敏的语感 使学生传染了 也感到相当的印象 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 这是国文科教师的任务 并且在文字的性质上 人间的能力上看来 教师所能援助学生的 只此一事 这是我近来的个人的信念